男人单枪匹马来到敌营 举起拐杖扣动了扳机 对面军官联盟举手投降 紧接着痛苦地捂住心脏 这是高手之间的意念对决 从未在黑仔手中赢过的冉沛 这一刻欣喜若狂 就在他以为稳操胜券时 黑仔竞争掉了拐杖 然后在所有人的惊呼中拉掉了引线 接着不顾一切向对面冲去 这一刻回忆全部映入脑海 他想起了逝去的兄弟 曾经恋人和往日的时光 染沛剑撞连忙下令开火 密集的子弹穿过黑仔的身体 但黑仔并没有停下脚步 因为有太多倒下的先驱 给了他无畏冲冲的力量 终于他用尽了力气 倒在了敌人的攻势前 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照片 看着已经逝去的兄弟 炸弹引爆了敌人的弹药箱 桥上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把染配合他的手下全部吞噬 现场也只剩下一张照片随风飘扬 把这里的故事飘向远方 谁能想到就是这些抗日英雄 曾经却是群导弹的学生 他们会捉弄老师 但他却早就习以为常了 进教室前发现门是半开着 他用手轻轻一推 一落书就掉了下来 书上正是刘黑仔的名字 这个刘黑仔可是班级里的导弹 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事 但晚上他爹却被警察抓走 强制带去山上挖矿了 附近的流氓头子猫哥 也跟官府串通一气抢争税收 刘黑仔的家乡被搞得名不聊生 虽说他平日调皮捣蛋 但今晚却要为乡亲们讨个公道 他结合几个小伙伴 打劫了猫哥的手下 连猫哥的钱你没敢抢 我们这是劫富济贫 随后他们将抢来的钱 都分给了贫苦人家 但待要走的时候 其中一人却反被控制住 刘黑仔为了救他将其捅伤 刚进去实在里面总受欺负 但非常自律的他很快就成了老大 七年时间一化而过 等他再出来时 已经是个精壮的小伙子 起初的几个小伙伴 也骑着自行车来接他 还准备了一碗包仔饭给他接风 而刘黑仔却吃得满面泪滑 不是难过而是欣慰 他庆幸还有几个挂念自己的好兄弟 他们正高兴之时 却有个人过来给了他一封请柬 原来是流氓头子猫哥送来的 他知道刘黑仔今天出狱 在酒楼摆了一桌为他接风洗尘 黑仔虽然不知道他的用意 但既然邀请了怎么着也得去一趟 他让兄弟们在外面等着自己进去了 而猫哥正在跟一个女人亲热 但他看到女人的那一刻却愣住 女人正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玩伴 也是暗恋的女孩 阿娇 你怎么在这啊 原来你们两个认识啊 我来介绍这位是我太太 此话一出黑仔瞪大了双眼 阿娇也显得有些不自然 但猫哥却没注意到 接着就说虽然当初是你打伤了我小弟 但我最欣赏你这种人 如果以后愿意跟着我混 饱你吃香的喝辣的 但流黑仔还在刚才的话中没缓过来 根本就没听到后面他说了什么 他干了杯中的酒起身要走 你有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啊 你就走了 如果你还想考虑一下 也可以 随即他到后厨拿起一把尖刀 就想上去杀了猫哥 还好兄弟及时出现制止了他 说猫哥现在身边有这么多人 而且个个都有枪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就算要杀他也不急这一时啊 黑仔觉得有道理 于是就说等晚上再去 随后回到家 母亲因为他入狱伤心过度去世了 父亲交给他一个保命所 说这是你娘生前专门为你求的 等晚上他要去杀猫哥时 阿娇却来了 他求黑仔不要去杀猫哥 说他对我跟我的家人都有恩 我现在过得也很好 行 今天给你个面子 但半个月内我定会杀他 第二天他们兄弟几个聚在一起 黑仔觉得应该干点什么 但现在这个世道 做正经生意根本不赚钱 如果手里有枪的话就好了 不仅能找猫哥报仇 还能做一些劫富济贫的好事 枪可不怎么好搞啊 要从哪搞到 我知道有个人能搞到枪 随后他们却来到一个照相馆 兄弟几个先是拍了张照片 随后就跟老板说起了正事 原来老板就是能搞到枪的人 那就看你有没有胆量去取 有没有胆量取 只要你说出来这枪在哪 我们就敢去拿 他们和老板谈完刚从里面出来 不料却突然从天而降一名女孩 还好兄弟们接住了他 女孩不仅不感谢 还说了句什么三客友 这可把刘黑仔气坏了 还好有照相馆老板解释了三客友 女孩也刚好是来找他的 说自己家晚上要开宴会 请他过去给拍几张照片 黑仔他们回到村里 发现一群人围着简薄 原来是他的房子被政府强拆 将地皮卖给了邮局 而补偿款就只给了三块钱 于是晚上他们就骑车 来到了正在开宴会的邮政局长家里 没想到上午遇到的女孩 就是邮政局长的千金 曾警长以为他们是来捣乱的 就想让人往外轰 但刘黑仔却说是给安局长道喜的 接着就将酒杯摔在了地上 安警会看出了不对劲 说我出来乍到有哪里得罪你们了吗 黑仔叫来简薄的时候 曾警长却变了脸色 简薄说明了缘由 还将补偿的三块钱丢给了他 曾警长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曾警长一脸尴尬地说不出话 安警会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于是就让儿子拿出今天收的五千礼金 交给简薄 随后还邀请刘黑仔他们留在这里吃饭 你敢让我们哥几个在这儿吃饭 哎呀不差你们几双筷子吗 来吧 那就吃吧 但此时的曾警长却按示手下去干了什么 他们吃饱喝足冒着大鱼往回赶 但却被一群手持砍刀的黑衣人挡住了路 回头一看后面也有一群人 他们知道来者不善 黑仔立刻做出决断 让阿强阿彪断后 他们三个看能不能杀出一条生路来 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后 兄弟几人都受了大小不同程度的伤 且体力也被消耗殆尽 但他们还是不愿屈服 当他们要再次发起反击时 远处突然有一人驾着马车来了 他一边驾车一边用鞭子抽打黑衣人 来人正是照相馆老板 他们被拉到照相馆包扎了伤口 黑仔问他为什么知道我们会出事 原来在安警会家时 他看到了曾警长暗示小弟的事情 而他之所以要帮黑仔 就是看中了他们兄弟几个讲义器 能为了简薄的事情 不惜大闹安警会的宴会 所以他想加入进来 女孩想下河游泳 突然一个人头从水里钻了出来 吓得他踹了男人一脚 急忙问他是谁 男人擦掉脸上的水滴 女孩一看竟然是流黑仔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怎么能在这儿啊 那刚才你都看见了 我看见什么了 就是那边 刚才姐姐换衣服 我给她撩联了 哦 流黑仔立刻露出坏笑 说我当然都看见了呀 安娜气得用石子砸他 因为黑仔的衣服在另一边 于是他用荷叶挡着上岸了 但曾警长也接踵而来 用枪指着流黑仔 说前几日你剧重斗翁 现在又擅闯私弟在这里耍流氓 跟我回警局一趟吧 但黑仔却不惯着他 直接一脚将他踹翻在地 因为前几日就是他找人打的自己 我毙了你我 哎 等一下 他没有擅闯 是我请他来的 你能请这个流氓来这儿 你就不怕他恐吓你 他是我朋友 朋友 因为安娜对流黑仔有好感 所以才帮他解围的 随后黑仔回去跟兄弟们商量搞枪的事 晚上他们就来到一个酒吧 因为在这里喝酒的都是洋人军官 可以从他们身上偷枪 他们在一个卡座坐下 阿强一眼就相中了穿短裙的服务员 经不住诱惑的他上去就拍了一巴掌 找我了你 找我了 找我了你 而黑仔看到女孩的时候却陷入了回忆 他们在门外等到佩真下来 就是想让他帮忙 第二天他们照常来到酒吧 很快就盯上了一个洋人军官 佩真看到他身上别着枪 就示意黑仔他们可以动手 阿强端着酒杯摇摇晃晃走过去 直接搂住女人让他陪自己喝杯酒 在推丧之间 阿强顺势将酒洒在洋人身上 你在干什么 在一旁准备好的佩真 急忙上前安慰洋人 还贴心地为他擦掉脸上的酒水 黑仔他们也挡住要过去的士兵 放心一定给你擦干净了 会帮你擦得干干净净的 这些妞蛮啊 枪到手之后他们迅速离开了酒吧 而这一切却被一个小鬼子看到了 但他却并没有戳穿 黑仔拿到枪还没高兴两秒就悲剧了 因为枪里没有子弹 没子弹呢 哎呀 这枪没子弹就是指老虎 连鸟都打不死啊 回去之后照相馆老板给他们出了个主意 居然是要他们去抢银行 这是一家设立在中国的美国银行 而陆对面的几个小伙已经盯他好几天了 银行每天八点半开门 直到停止营业也不会关门 而且金库的两把大门钥匙 分别在两个经理手中 最重要的是 里面的安保纸配被警棍 根本勾不成威胁 第二天他们直接冲进去控制住警卫 在门外挂上盘点中的牌子 可没想到竟然碰到了老熟人 是你 还好刘黑仔下手快 要不然暴露名字就麻烦了 接着他们打晕所有警卫 挟持两名经理打开金库 但打开的那一刻他们却傻眼了 里面不是钱 而是一群人 这可把刘黑仔气坏了 直接按住戴在初 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是他说里面有金条才来的 你敢耍我呢 权哥 原来这个权哥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从小黑仔就很崇拜他 但权哥并不想跟他解释这一切 于是就带人急忙从后门撤 不久后安娜从昏迷中醒来 他急忙观察四周没发现 刘黑仔他们的身影 但在地上却发现了他的保命锁 而此时的刘黑仔带兄弟们 气势汹汹来到照相馆 直接就给了戴在初一拳 搁几个冒着生命危险跟他去抢银行 里面竟然是空的 可突然外面有人叫他 戴在初说应该是来取照片的 他出来一看竟然是安娜 他们呢 谁吗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因为安娜喜欢留黑仔 所以才没有报警 随后安娜走后 他们又揍了戴在初一顿才算几期 于是鲍鱼墙就以政府的名义 说黑仔撕藏枪支 要将他押到警察局去 但走到半路他却说自己肚子疼 当黑仔还在纳闷时 猫哥就带人来了 原来这都是他们设计的圈套 而就在此时 听说黑仔被抓走的几个好兄弟也赶来了 但猫哥人多势众根本没怕 搏斗刚开始 突然一声枪响叫停了他们 原来是国民党溃败下来的军队 他们让群众给部队捐赠粮食 嘴里说着只要有我们在 日本人就打不进来 而另一边却做着伤天害理的事 吃饭不给钱还打人 大街上当众调戏妇女 反正自从他们进城开始 吃喝嫖赌样样都敢 整个大鹏镇被搞得名不聊生 带头的军官还找到流氓头子猫哥 问他手底下有多少人 不是兄弟 行 我给你五十条枪 这是什么意思 抗日啊 而猫哥拿到枪的第一时间 就是要去杀了刘黑仔 可他们刚到城门口 就碰到了一群日本兵 小鬼子二话不说直接就开枪 请客间猫哥的手下全被放倒 而得知消息的国民党军官 立刻让手下收拾装备撤退 小鬼子占领大鹏镇后 第一件事就是找邮政局长 原来是看中了他家的大别墅 让安警惠让出两层 给他们做指挥部 看似是请求实则是命令 无奈的安警惠也没说什么 随后小鬼子又叫来警察局长鲍鱼强 说给他两条路选 一是跟我们合作协助维持治安 并且把反日分子都找出来 第二条路就是死 那我不就是汉奸了吧 鲍鱼强意识到说错话急忙改口 就这样他成了日本人的狗腿 而小鬼子想要在这里立足 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老头 因为他是大鹏镇唯一的教书老师 大鹏镇有一半的人都是他的学生 所以威望非常高 小鬼子也知道这个老头不好梦 如果把事情搞大了容易激起名分 于是就让鲍鱼强告诉他 说只要挂上太阳旗就行 鲍鱼强 真白日本人做干爹呀 我这是没办法 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 小鬼子见他敬酒不吃吃罚酒 直接让人按住他一顿暴打 围观的人也都气愤地上前反抗 当前老师看到太阳旗挂上去的那一刻 他不知哪来的力气 直接抱着小鬼子的大腿就肯 最终活活咬下来了一大块肉 随后他癫狂地大笑 小鬼子将刀架在他脖子上 让他向着太阳旗下跪 我欠天的 跪天跪地 跪高堂 从来没有 对着他屁股链下跪的道理 打碰真的乡亲们 继续习一句话 中国人 宁可被人杀死 你不能让人吓死 把他吊起来 去救三天 等黑在他们兄弟几个赶来的时候 钱老师已经被吊了起来 以往鲁莽的兄弟几人 这次却异常地冷静 他们给钱老师嗑了三个响头 兄弟几人发誓 如果不杀光小鬼子 事不为人 小鬼子买东西不给钱 大婶骂着追了出来 你还没给钱呢 你爹妈没告诉过你们 买东西不给钱是什么 就是强盗 就知道欺负我们中国人 老娘今天就不吃这一套 见小鬼子就是不拿钱 大婶上去就想把东西要回来 就在此时一个日本军官走了过来 他了解情况之后 竟直接掏枪将大婶给杀了 然后就若无其事地走了 大婶正是阿彪的母亲 随后村里最有威望的钱老师也被鬼子杀了 还吊在房梁上示众三天 身为钱老师学生的刘黑仔兄弟几人 发誓一定要杀光小鬼子报仇 但他们势单力薄 硬碰硬肯定是不行 于是第二天阿强就来到日本人的指挥部 他告诉鬼子军官 说我知道一个大户人家的粮仓里有面粉 而此时的粮仓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鬼子进来一看 居然还真的有很多面粉 等六个小鬼子全都进去 阿强手脚并用瞬间关上大门 接着一扇正对太阳的窗户打开 照得鬼子眼睛都睁不开 刘黑仔猛拽手中的麻省 一根木棍静止落下 小鬼子应声而倒 阿强放下沙袋又放倒一名鬼子 火圣也踩着木板滑锁下来 一个踏前斩 直接送鬼子去见了佛祖 但最猛的还得是阿彪 抱着五百斤的木桩飞速向小鬼子撞去 小鬼子被击中脑瓜子瞬间蹊跷流血而亡 他们本以为六个小鬼子都死了 但突然有两个站起来就好 原来是临阵脱逃的待在处又回来 却可把刘黑仔气坏了 鬼子军官得知消息后 立刻带人全程搜捕 黑仔也马上赶回家 让老爸跟妹妹收拾行李去香港投奔阿珍 父亲以为他在外面闯祸了 但听说是杀了小鬼子后 杀几个 死 跑小子 赶倒 随后父亲就跟妹妹去了香港 鬼子军官赶到仓库没找到人 就直接去了照相馆和刘黑仔他们的家 但却已是人去楼空 没办法的小鬼子只好抓了一些村民 随后又找到安景辉 说如果明天行凶者不出现 我就杀了他们 还得安景辉扣上了维持会长的名号 让他出一个告示 安景辉本不想答应 但鬼子却用女儿安娜威胁他 安景辉不答应也得答应 而此时的刘黑仔他们在一个山洞中躲着 他们坐在一起商量着往后该怎么办事 突然进来了一队士兵 在民国 千万不能在山洞中点火 不然会触犯当地的法律考伙罪 刘黑仔他们被逼到一个山洞中 可刚把火堆点燃 就进来了一群士兵 他们以为是警察来抓人的 但却是国民党的部队 带头的长官自报家门 说他们是国民党64军的 我是连长染配 他也让刘黑仔爆出番号 可他们哪有什么番号啊 但刘黑仔的小脑袋刮一转 又看了看身后的兄弟们 就说我们是抗日模范壮丁大队的 染配听后一脸懵逼啊 接着刘黑仔又说 我们是某某将军组织的抗日义勇军 然后还一脸严肃地看着染配 身后的兄弟们都笑了 接着刘黑仔就招呼他们吃烤红薯 与此同时 安娜因为他爹给鬼子当了围池会长 守着一桌子的好菜就是不吃 父亲希望他能够理解 说自己这样做也是为了安家 但安娜怎么可能理解他 国家新王匹夫有责 更何况父亲还是邮政局长 接着他又说了几句 然后起身就要走 可突然刘黑仔推门进来 他也是为安警会当围池会长的事情来 可他躲在山洞里好几天 看到桌上的大鱼大肉 直接坐下就吃了起来 刘黑仔站起身说明天武士自有分晓 他刚从里面出来 就察觉后面有人跟着他 他一把拽过安娜壁咚在墙上 问他跟着自己干嘛 因为安娜很喜欢留黑仔 所以很担心他 说现在鬼子在全城搜捕你们 你不应该回来的 接着又拿出十块大洋交给他 说你可以买几把枪防身 第二天鬼子为了引黑仔他们现身 就绑了八名老百姓 说如果武士他们不出现 就杀了这八个人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黑仔他们也动手了 原来是要偷袭鬼子的老巢 先是在草丛中点燃鞭炮 又疯狂晃动树枝 造成人非常多的假象 而阮佩则带人偷偷潜入大本营内 直接将他们的武器弹药和粮食都烧了 当鬼子军官要杀了那八人之时 刘黑仔及时赶了过来 你不是要找我吗 抓这么多老百姓算什么能耐啊 我还真挺佩服你 那好 今天我就成全你 就在此时小兵急忙赶来 说总部遭到大部队的偷袭 对面至少得有几千元 小鬼子无奈只好先带人去登元 但路上黑仔他们早就设了埋伏 小鬼子被打得溃不成军 带头的军官也被打中一枪 他们自知不敌 于是就撤出了大鹏镇 现在鬼子被打走 黑仔就去找安警会算账了 安警会 我告诉你 你要再当汉奸 不管你是谁 我都一定要崩了你 刘黑仔他们击退小鬼子大获全胜 晚上正喝着香槟庆功的时候 突然一个兄弟倒在了地上 原来是小鬼子回来反哭了 这次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就连排击炮都用上了 整个大鹏镇销炎四起 兄弟几人也被炸得刺萨而逃 小鬼子这次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想反打根本不可能 于是抢了个车想逃走去香槟 但刘黑仔要上车的时候 却被鬼子军官一枪击中胸口 黑仔强撑着上了车 随后又带上逃亡的染配 迅速驶离了这里 鬼子军官回到安家后 还专门找到安娜 说刘黑仔中了我一枪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是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与此同时 刘黑仔他们开的车没有了 兄弟几人轮番背着他赶路 直至到第二天白天 因为他们要去香港 所以找了一个熟人带路 你们这怎么还有一个躺着的啊 这不是黑仔吗 不过你们要想清楚啊 带着他很不方便的 但兄弟几个怎么会放下黑仔不管 于是就坐一个担架抬着他 但走到半路 戴在初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这个带路的阿狗很可疑 于是就找到火圣商量 火圣找准机会 一把将阿狗按倒在地 说要带我们去打 不说我弄死 我说我说我说 原来他是英国人派来的 因为曾经他们兄弟几个偷了英国老的枪 而就在此时 那个英国老代人赶不过来 二话不说就对着他们扫射 阿狗见自己的主子来了 急忙就要跑过去 阿强一枪就结果了他 接着染配主动投降 给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 他们到香港找到配真 而黑仔的伤势也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因为是枪伤去医院根本行不通 于是阿强他们就在大街上绑了个医生回来 可拿掉手帕的那一刻他们傻眼了 因为那男人嘴里喊的是日语 竟然是个日本人 老代拿出他的工作证 原来他叫戒川龙 但乱姓的是刚好是外科大夫 老代递给他一杯水 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我们不会伤害你 但要是见死不救 就让你给我兄弟陪葬 随后他为黑仔仔细检查了一份 说现在伤口严重感染 再不及时取出子弹的网 不出三日他必死无疑 但你们这里没有做手术的工具和麻药 我也无能为力 于是他们又转移到乡下的房子里 但现在没有做手术的工具 戒川龙也无能为力啊 因为佩真一直在香港生活 于是他就男扮女装独自去了诊所 老板一看全是治疗枪伤所用的药和工具 但却并没有很惊讶 说店里现在1.7cc的药没有现火 得让小二去拿 好 那你尽快 快点啊 但佩真环视四周 却在角落发现了1.7cc的药 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圈套 于是借机说自己先出去买点东西等下再来 可刚出来就被英国人堵个正着 尽管被打得遍体鳞伤 他也不肯说出黑仔他们的下落 他们见佩真迟迟不回来 于是阿强跟火圣也来到了回春堂门口 他们故意撞到小二偷走大门钥匙 也正好跟他搭上了话 从他口中得知佩真被英国人抓走了 但现在得先拿到药就黑仔 之后再商量就佩真的事情 晚上他们进到回春堂里面 但他们不知道到底该拿什么药 于是就全都打包带走了 有了工具和麻药 借川龙很快就帮黑仔取出了子弹 与此同时 英国人看佩真没什么利用价值 就让人把他丢到山上去喂野狗 还好火圣发现将他救了回来 你们一个个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没见过人喝汤啊 佩真姐 你真坚强 第二天佩真出门买东西 却在大街上碰到了失魂落魄的阿娇 于是就将他带了回去 从小他跟黑仔就情投一合 因为种种原因两人才没走到一起 晚上吃饭时从他口中得知 原来是猫哥落魄之后 每天都让他去酒吧当歌女赚钱 稍微有些不顺从就拳脚相加 猫哥还赌博欠下了很多外债 黑仔听后心里很不适滋味 说以后你就留在这里了 第二天他找来猫哥 直接一脚将他踹飞 拿起菜坛子就开始砸 猫哥看到阿娇出来 急忙说欠的外债我都还清了 以后也不让你再去当歌女了 跟我回家好不好 佩真在一旁劝他 说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 但阿娇却答应了跟他回去 因为他不想拖黑仔的后腿 晚上警察又找到了他们现在的住址 他们只好完命地往山里跑去 突然一辆车停在了他们面前 原来是全哥 到安全的地方后 全哥将他跟戴在初的身份告诉了黑仔 原来他们都是抗日的地下党 你也是 对啊 你藏得够深的呀 加入我们队伍 接手收编吧 好啊 全哥 我听你的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干掉猪头 因为我们在香港的头号大地 就是他 猪头华是谁啊 香港警察局的警长 这事儿太刺激了 在中国学校的课堂里 黑板上竟然写着大东亚共融 老师手里的课本也是日本的 而下面坐着的全是中国的孩子 小鬼子这是要摧毁中国的下一代 鬼子军官还找来几名记者 让他们多拍些照片 再写一篇关于这里的报道 然后将这些东西传送到日本 让日本人民都看看中国的现状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侮辱 原来就在昨天 日本军官让安娜教孩子们日本文化 如果不答应就杀了他全家 但今天他站在这里 看到此情此景 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教孩子们 要不然中国的下一代就毁了 他甩掉课本想一走了之 但小鬼子怎么会让他离开 安娜小姐 请回到你的讲台上 拿好那本书 可安娜还是要走 因为他是大鹏镇唯一会日语的人 鬼子军官也知道这一点 于是就说给他考虑的时间 与此同时 刘黑仔他们在全哥的引荐下 加入了共产党 他们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干掉香港警察署长猪头华 因为那时候的香港哥让给了英国 警察每天都在大街上抓人 然后再让家人拿钱去保释 因此从中获利 黑仔的妹妹在街上卖毛线刚巧被抓 而他们打听后得知 妹妹刚好就在猪头华的警局里 于是黑仔就独自去了警局 顺便也能先踩个脸 将妹妹保释出来后 刚好在公道栏上看到了猪头华的照片 于是他就让妹妹先回去 然后再拿钱贿赂警员 得知了猪头华的办公室在哪 他走到二楼看到猪头华正在打电话 如果现在开枪将他打死 那自己肯定也走不掉 于是他就离开了 等猪头华上完厕所要洗手时 镜子上却写着必取猪头华狗命 还数着黑仔的名字 这可把他吓坏了 立刻让手下封锁警局 但找了一圈连个毛都没发现 而此时的黑仔他们则在远处看着 既然地形和位置都摸清楚了 第二天黑仔就假扮警察 压着犯了事的阿强来到警局 但一个胖警察感觉他是生面孔 于是就叫住问他是不是新来的 胖警察一听立刻严肃起来 黑仔说他要去别的地方办点事 先将这个犯人放在这里 但胖子急忙打断他 说你必须得找华警长办个手续才行 黑仔一听正合我意 于是就问了猪头华办公室在哪 他们先藏在房间里面 等猪头华进来直接用枪顶住他的脑瓜子 几个小伙骑车来到警察局 分别在不同的位置点燃事先准备好的燃烧品 然后在同一时间将它砸碎 而与此同时同伙也劫持了无恶不做的警察署长 外面可都是我的人 如果你开枪你们也锁不了 可下一秒同伙就在外面放枪 成功把所有警员都引出去救火 而刘黑仔也不废话 直接一枪干掉了猪头华 然后阿强拿出相机拍了张照片 随后趁着混乱成功溜走 驻扎在香港的英国总警署文讯档来 在房间发现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这就是日本走狗民族败类的下场 黑仔还数上了名字 这可把英国老气坏了 立刻让人进行全程搜查 但黑仔他们早就回到了大陆 急忙找到全哥把这个捷报告诉他 接着全哥就宣布了一项任命 原来是让黑仔当手枪队的队长 还给他配备了二十个名兵 黑仔激动地立刻拿出当队长的样子 接下来他们就要去打一场阻击战 但仅靠他们的力量还不够 于是黑仔就去找阮沛帮忙 可身为国民党的阮沛却不愿意 他想保存实力好在部队中立足 气得黑仔跟他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但在回去的路上 他看到了猪头华被杀了的报道 于是就心生一计 随后带几名记者又找到阮沛 当着记者的面给阮沛带高帽 说他明日还要跟我们去打仗呢 而好巧不巧 阮沛的上级刚好给他发来电报 也让他去打这场阻击战 骑虎南下的阮沛只好跟他们去了 但走着走着突然一声枪响 全哥立刻叫老代通知下去 让所有人卸下子弹 因为这附近不会碰到敌人的 可到了阻击的阵地之后 刘黑仔却不干了 因为他们被安排成了预备队 在这里根本打不到鬼子 于是就带着兄弟们去了阮沛那边 全哥剑既然如此 就同意了他们留在这里 随后在全哥的一声令下 阻击战正式打响 虽然小鬼子受了埋伏 但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 很快就建立起了作战阵型 还搭建了临时指挥部 但再看我们这边就不行了 来打仗的基本上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民兵 而且鬼子还有一大力炮 把炮架上 你们有炮 刚才怎么不用啊 这么想 因为我方占据有力地形 再加上有火炮的加持 鬼子很快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大家一看鬼子要逃 还没等全哥下命令就冲了下去 而阮沛却让自己的人不要冲 下一秒鬼子的增援就到了 冲出去的民兵请客间全被放倒 事已至此 他们阻击的任务也完成了 于是就都撤了 但全哥对这次的战役很不满意 因为有些新战士不听从指挥擅自行动 我现在宣布 为他根据力以后 所有的新战重新整去 黑仔他们在战场上不听指挥 导致几十名战士死在鬼子的枪下 于是全哥就要对他们进行训练 老代给他掩饰如何战队 现在是向右看齐 是以牌头的第一个人为 看我 现在是 刘黑仔懂了他的意思 于是就让兄弟们过来盯着自己看 气得带在出指着他们就开始对 自己明明说的是向右看齐 什么时候说盯着看了 兄弟几个不服就跟他理论 于是新兵训练就草草结束了 晚上老代跟全哥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因为驻扎在附近三个地方的鬼子 大部分都被调走增援广州了 现在是最容易攻破的时候 所以就决定明天晚上行动 但他们的对话全都被刘黑仔听到了 急于想立功的他 立刻找到兄弟们商量 兄弟几人也是一拍即合 但走到半路的时候 他们察觉有人跟着 原来是佩真他们俩 黑仔说他们要到山上打点野味吃 但鬼精的佩真怎么会相信 于是他就问火生到底要去干嘛 因为火生喜欢佩真 所以就说了出来 即使他们知道了真相 黑仔还是不想带他们去 但佩真他们俩就是不肯走 而且那小嘴还巴巴个不停 黑仔眼看着马上就要天亮了 无奈只好将他们带上 随后他们来到防守最薄弱的一个据点 一看里面只有几个站岗的鬼子 兄弟几个想直接冲进去全杀了 但黑仔却想出了个好主意 他让几人都瞄准一个油桶 然后同时开枪 其余的油桶也随之爆炸 几个站岗的小鬼子也全被炸死了 他们缴获了好几把枪 随后就要回去跟全哥邀功 天刚亮 全哥就叫老代通知转移 因为刚刚接到情报 有一大批日军正往我们这边赶来 很有可能是暴露 老代听后愣了两秒 可能是出事了 出什么事 我早上过来的时候 发现刘黑仔他们几个并不在乎里 一定是昨天晚上的事 走到的风声 而此时黑仔他们还在喜悦当中 突然几颗子弹差点打到他们 原来是增援的小鬼子顺着脚印追来了 但佩真因为紧张跑的时候扭到了脚 火胜只好背着他跑 还好老代及时带人赶到 你怎么来了 老代也顾不得批评 就让他们赶紧撤 但火胜好像想到了什么 他放下佩真又跑了回去 原来是他的一封信掉在了路上 可就在此时 小鬼子向这边扔来了手雷 带在初为了救他被炸伤 但在昏迷的最后一刻 他吩咐黑仔马上把山炸 随即一声轰鸣 滚落的巨石挡住了小鬼子 为了接应他们 老代受了重伤 还牺牲了两名战士 黑仔他们兄弟五人也意识到了错误 按照军法应当枪毙黑仔 但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缺人的时候 更何况全哥也下不去手 就说如若再犯绝不手软 兄弟几人为了反省 背着枪一直在山上跑 直至老代醒来才急忙赶回来 但老代伤口里有蛋片 如果不及时取出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但这里既没有医生也没有工具 经验丰富的全哥立刻就有了办法 他让阿彪端来一盆烧红的木炭 又让黑仔找来一根细铁棍放进去 随后黑仔他们死死按住老代 在撕心裂肺的疼痛中 体内的蛋片全被取了出来 老代也因此昏了过去 与此同时 阮佩竟然找到了安娜 当着她的面杀了三个汉奸 因为安娜的父亲也是汉奸 自从鬼子被打跑后 就被阮佩抓了起来 如果是换成安小姐的父亲 我该不该放他一马呢 你什么意思 安小姐 我现在很忙 有很多药物在身 如果你要找我的话 可以晚上再来 单纯的女孩未救父亲 独自前往男人家中陪他喝酒 但男人的目的不只是喝酒 他先放上一首优美的音乐 再关上所有灯光只留下蜡烛 然后拿起82年的啤酒 跟女孩喝了几杯后 但见安娜迟迟不作为 于是解开一扣就想抢来 放开我 在挣扎中安娜看到桌上的枪后 她奋力推开阮佩 然后急忙拿起指着她 但阮佩却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还有些小心粉 接着又慢慢走向安娜 安娜慌忙中扣下扳机 但枪却没有想 因为这是阮佩的枪 里面有没有子弹 她自己能不知道吗 她一把打掉手枪 接着又想抢来 慌乱中安娜又摸到啤酒瓶 直接一下给阮佩开了条 随即她就想逃跑 但门口却有守卫拦住了她 此时的阮佩彻底被激怒 也没了刚才的哑信 直接一巴掌凑在安娜脸上 然后就让人将她压到了大牢 被关在这里的父亲 看到女儿这个样子 也明白了一切 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 如果当初不当汉奸 也不会害得女儿有今天的下场 小杰见姐姐一晚上都没回来 于是就找到了刘黑仔 随即黑仔就独自去找阮佩了 但阿峰听说之后很生气 因为她也喜欢安娜 于是拿上手枪也要去找阮佩 但兄弟几个却拦住不让她去 陈佩明知道安娜是黑仔的女人 但她还是这样做 就是不怕黑仔来找麻烦 还故意用话来激怒她 说安娜腹白貌美大长腿 但她好像还是第一次吃香肠 黑仔瞬间被激怒了 下一秒手下就打报告进来了 说外面有大量武装人员 把军营给包围了 黑仔听后一脸懵逼 原来是全哥听说后带人来救场了 染佩以为这是黑仔带来的人 因为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她不想因为一个女人把事情闹大 于是就把安娜给放了 你为什么不救我爸 因为你爸是汉奸 但安娜听后不仅不感谢她 还说以后就算是我死了 也不用你管 在争吵中两人不欢而散 回去之后全哥又对她一顿批评 说鲁莽行事不动脑子 要不是我带人赶过去 你能不能活着出来都是未知数 随后他们就说起安警惠 全哥觉得不能将安警惠一棒子打死 反而还可以争取 怎么争取啊 我是这么考虑 让她写份字句 把字句留在我这 以后作为她立功的平均 白质黑字 要再为日本人办事 她心里一定会有所忌惮 这也不错 那你的意思是 我先把她搞出来 对 听说她已经跟于汉谋去信 你配合一下 把人保出来以后 我找到她 随后黑仔就以我方的身份 将安警惠保了出来 还贴出告示 任命她为大鹏镇的镇镇 以后他们在大鹏镇办事也方便你 淡然佩不服气 晚上就找到猫哥喝酒 故意说起她和黑仔的过节 你看看刘黑仔这帮人 不收捐 倒贴去打鬼子 这时间一长 谁还给你捐款 不就是刘黑仔吗 你是没胆去念了 但是我 没想到只是一个转身 兄弟就叫来了手下 可怜的阿猫回到家刚刚躺下 门外就出现了一大批杀手 二话不说直接扫射 屋内的人瞬间死伤弹中 阿猫见状赶紧夹着尾巴而逃 杀手紧随其后追了上去 阿猫卢有神功载体 顶着子弹钻进了一家杂货店 他看着门边的一筐白酒 心中想出了脱身的办法 只见下一秒 他拿起酒瓶就朝追兵扔了过去 酒瓶以120麦的速度 从空中划过 准确命中了追兵脚下的石板 当你以为这就完了的时候 阿猫抬手一枪 子弹与石板撞击的火花 瞬间点燃酒精 追兵就这样被火海拦住了去路 阿猫成功逃脱了追杀 与赶来支援的兄弟们会合 经过这次的事 他彻底认清了染沛的嘴脸 无处落脚的他来到了东莞 想要投靠当地的游击队 刚好碰到了正在打野的阿峰 你不认识我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 我是猫哥 不是小猫仔 你到底来干什么 肯定是加入你们 一起去打日本鬼子 就你 看不起人啊 阿峰深知阿猫的为人 根本就懒得理他 阿猫赶紧掏出华子和书信 请求他把信交到全哥手上 阿峰表面上答应了他 但等阿猫走远后 竟当场把信给撕碎了 很快全哥就把黑仔和阿峰叫了过去 质问他们为什么要隐瞒阿猫的事 阿峰无所谓的表示信被自己撕了 他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要 黑仔也表示自己支持阿峰的做法 全哥打断了他的话 原来阿猫留了一手 竟又给全哥写了一封信 全哥认为所有的抗日力量都应该争取 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不管阿猫以前怎么样 现在既然愿意抗日 就应该全部吸收到队伍里来 你就说我们怎么做的事了 所以我要让你去把他请过来 我去请他 黑仔不情不愿地来和阿猫见面 阿猫看见他内心还是有些害怕 于是搬出了统一战线的大旗 想要把两人的恩怨一笔勾销 乃至黑仔直接拒绝了他 表示现在可以不动手 但等有一天把鬼子打跑了 自己还得跟他火拼一场 这句话也是阿猫想要的 他知道两人的恩怨没那么容易放下 于是伸出手提前庆祝合作愉快 但黑仔只是瞥了他一眼 竟直接起身离开了 后来的事果然如黑仔所料 阿猫不仅不参加早操 还带着人一起立党喝茶 手下也对游击队的纪律颇有微词 纷纷扬言要自立山头 这话说到了阿猫的心窝里 但一切都有一个前提 就是手里需要有钱招兵买马 为此他们直接来到了安警会的家里 见屋内无人 阿猫直接一脚踹开大门 不仅把值钱的东西一般而空 还放火一把烧了安家的房子 全哥得知消息后大发雷霆 由于阿猫触碰到了队伍的底线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把这伙人赶出去 就这么把他放了 绝对不得饶了他 那你还想怎么样 把他杀了 这不公平 我不接受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任何人不得更改 阿峰不服处理直接走了出去 黑仔正想把他喊回来 突然有人来抱阿猫带人离开了游击队 全哥立马安排黑仔去追 人都可以不要 弹枪必须要全部收回来 很快黑仔就追上了阿猫 并当即缴了他们的枪系 另一边 阿峰在靶场内打枪发现怒火 黑仔找过来安慰他 乃至阿峰对游击队早就心有不满 黑仔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所有人都应该服从全哥的领导 我们凭什么听他的呀 他又不是我们老大 我们从小的老大就只有你一个 我们只听你的 可你现在又让我们听他的 你问过兄弟们的感受吗 我们在这过过不好 吃吃不好 睡睡不好 我不愿在这待着了 我不想过这种生活了 我够了 这一巴掌让阿峰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红的眼眶告诉黑仔 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要去走想走的路 黑仔并没有再说什么 人都有志不能强求 是兄弟 就只能放他展翅翱翔 东江黑仔虽然站立直爆表 但在感情上却是个太金刚男 我家在东三巷十二号 怎么了 个搬家 搬家告诉我啊 安奈见他铁的直冒火星 于是继续暗示一个真正的男人 就应该给自己爱的女人写信 写什么 安奈直接挑明如果有什么话说不出口 都可以写在信里 黑仔好像听懂了他的意思 你不是说我吧 我说的是男人 真正的男人 黑仔长叹一声 他又何尝不知道安奈的意思 但他现在满心都是打鬼子 不一定哪天就会牺牲 他不想让心爱的人难过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的话 他希望自己能安静地独自离开 安奈不赞同他的观点 他认为如果注定要离开 那一定会在离开之前 轰轰烈烈地去爱一场 没想到你这么疯狂 要是你爱的这个人是个强盗呢 如果他是强盗 我愿意做他的同盟 安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期待黑仔的下一步动作 黑仔控制不住疯狂跳动的内心 正要慢慢靠近时 突然看到远处传来的火光 那边出什么事了 安奈一看竟然是自家的杂货铺 等两人赶到时 铺子已经被烧成了废墟 索性小杰提前逃了出来 黑仔感觉大火来得蹊跷 很有可能是人为的 他怀疑是染配找到了这里 于是让安奈赶紧离开 安奈表示自己在相当有位亲戚 可以暂时去相当躲一段时间 黑仔也感觉这样比较稳妥 虽然生活奔波了些 但起码安全得到了保证 另一边 阿峰代表游击队来到了广州购买物资 黄会长小心翼翼地接待 他本以为能像往常一样愉快合作 但这次游击队代表却一改常态 阿峰不仅以抗日的名义增加了需求 还用两成的货款墙买这次的物资 黄会长虽然心中苦不堪言 但由于害怕阿峰手里的枪 只能暂时答应想想办法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 阿峰竟然在他的浴缸里放了一只小可爱 黄会长被吓得差点丢了魂 等反应过来想要逃时 门却被阿峰从外面锁住 他为了保命只能答应了一切要求 很快阿峰回到了根据地 老代发现了这次的物资少了很多 阿峰解释因为战事导致物资紧缺 老代虽然满心怀疑 但由于缺少证据并没有说什么 他直接找到了黑仔 拿出了黄会长寄来的信 上面记载了物资的清单和对阿峰的投诉 老代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 黑仔却认为有可能冤枉了阿峰 他虽然平时有些散漫 但还不至于做这种吃力爬外的事 为了打消老代的怀疑 黑仔直接立下了保证 自己一定会查清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阿峰满心欢喜地来找安娜 想要送给他从广州带回来的礼物 安景会见来人是黑仔身边的兄弟 一点也没给他好脸色 只是丢下一句让他去问黑仔 就冷漠地关上了大门 碰了一鼻子灰的阿峰黯然离去 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 阿峰徘徊在街头借酒消愁 他知道安娜喜欢的是大哥 但在不公平的感情里 又有谁能不是一个卑微的人 他只能把心酸发泄在酒瓶上 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黑仔缓缓从角落里走出 那批货是不是你动的 如果是我动的 那就把它给我还回来 争取宽大处理 那如果我不交呢 那我只能把你压回去见全哥 阿峰承认自己克扣了物资 他相信以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 大哥肯定会像往常一样包容自己 但下一秒 黑仔进一拳打了过去 虽然心中很生阿峰的气 但为了避免他再继续错下去 黑仔给了他一次机会 你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给你个机会 赶快把货还回来 免得最后不好收场 男人只是随手按了一下 就把同伴差点吓破了胆 千万别松手 所有人 后退二十米 隐蔽 大家快撤出去 快快 老代让所有人都撤了出去 原来这是从鬼子那里搅和的水雷 火声按下去的就是压力开关 只要手上的力度发生改变 水雷就会瞬间爆炸 火声被吓得冷汗直流 老代拿起扳手准备拆卸水雷 但压力开关上有两台螺丝 他还需要一个帮手 谁来帮帮忙啊 谁来帮帮忙啊 所有人面面相去 小一见男人们都畏畏缩缩 老代给他讲解操作步骤 因为压力开关有两层密封圈 所以每拧动一圈上面的螺母 就需要拧掉一颗下面的螺丝 小一按照老代说的开始操作 不一会就把三个螺丝拧下 老代缓缓地抽出扳手 在一首歌的时间之后 两人一起松开了压力开关 意料之中的爆炸并没有出现 原来鬼子的水雷竟是一个臭蛋 就在他们庆幸逃过一劫的时候 猫哥听说阿风手里有一批物资 主动找到他想要收购 阿风带着他来到了一个院子 阿风为了掩人耳目 竟想出了这个好主意 猫哥在一番检查后 很满意这批货的质量 于是约定好明天中午满汉楼交易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 阿风如约来到了满汉楼 猫哥开门见山让他开架 阿风伸出了五根手指 猫哥以为是五根金条 但阿风却狮子大开口长到了二十五根 猫哥脸色阴沉地看着他 调侃他也不怕吃多了不消化 阿风闻言爆脾气当即就要发作 突然黑仔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圈套 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阿风扣下物资的铁证 老代看不过去多说了几句 却被阿风认为是多管闲事 黑仔制止了他们的争吵 他把阿风关进了禁闭室之后 就来找全哥求情 哪知猫哥记恨之前的恩怨 竟一直对黑仔冷嘲热讽 黑仔当即西北捶王附体 起身就要捶他 全哥把他拦了下来 他认为阿风的错误影响很大 为了制止这种不正之风 必须要开全体会议严重处理 深夜黑仔来到了禁闭室看望阿风 却发现不仅守卫躺在了地上 而且房间内还有打坐的痕迹 黑仔没想到阿风竟闻风而逃 于是赶紧追了上去 与此同时 阿风正狂奔在出山的小路上 突然他停下了脚步 黑仔竟堵在了他的前面 回去认个错就没事了 认什么错啊 我没错 你再跟我说一遍 你就为了一批破枪 你连我这个弟弟都不认了吗 你跟我回去 就还是我弟弟 黑仔表示回去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兄弟们都会帮他一起扛 阿风心中清楚这次犯了大错 回去后肯定是没有活路 他求黑仔放自己离开 以后两人各走各自的路 就当从来没有他这个弟弟 但下一秒 你混蛋 黑仔最终还是没忍心下手 眼睁睁看着兄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放走阿风后 黑仔落寞地回到了游击队 老代听见刚才的枪声 误以为黑仔对阿风下了狠手 但黑仔却说子弹打偏了 对此老代早在意料之中 因为他了解的黑仔 永远都是那个一波云天的黑仔 如果有一天你们在战场上相见了 你会怎么办 我们哥俩以后不管在哪见面 永远都是兄弟 如果你们是敌对双方呢 还是兄弟 从这之后 阿风便如人间蒸发般音讯全无 黑仔也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他的性格也似乎随之沉淀 变得越发稳重神圣 男人因为疏红了眼 不仅装疯卖傻砸了场子 还想索要两万的精神补偿 经理刚想发作 却被老板阻止 男人得意地看着对方 拿起钱就要离开 猫哥被按在桌子上 一把刀插在了手指之间 李关姐纵横吸共这么多年 岂能容忍别人气在头上 此时的他才露出了疗牙 猫哥强忍断指之痛 瞬间面色涨红眼睛充血 还挺能成 我老猫就一条懒命 你想拿去就拿去 何况一根手指 你不怕我现在就杀了你吗 有本事你就让我活着出去 把他走 李关姐好像发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 猫哥的话让他产生了兴趣 他想要看看眼前的这只蝼蚁 是否真的能像他说的那样 与此同时 黑仔接到了全哥的任务 由于鬼子大肆进攻香港 需要提前把支持抗日的民主人士 全部撤离到敌后的西贡地区 但这条路线上土匪众多 于是就需要打通路线确保安全 黑仔奉命来到了西贡 果然碰到了拦路劫财的土匪 黑仔几人相视一笑 竟真有人敢打自己的主意 只见下一秒 黑仔直接拔枪 表演了什么叫做玩枪的行家 还没等土匪看清楚 黑仔已经把枪收入了腰间 土匪明白今天是踢到了铁板 吓得直接跪地求牢 黑仔向他打听本地的势力分布 土匪为了保命全盘拖出 原来西贡因为地形复杂 各路势力层出不穷 其中风头最盛的当树里关键 不仅垄断了本地的各种暴力行业 还经常祸害乡里无恶不作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 黑仔等人路过了一个村子 村民看见生人纷纷躲了起来 黑仔正要解释的时候 发现了一位在路边哭泣的大影 上前一问才知道 村子竟遇到了土匪打秋风 不仅抢走了他们的粮食 还残忍地杀害了几个村民 而匪首正是恶名昭彰的李关锦 就在黑仔还想问些什么的时候 一伙人嘴里骂骂咧咧地经过 为首的人正是刚刚经历断指之痛的猫哥 猫哥立志不报此仇是不为人 他邀请黑仔和自己联手 自己的手下和枪支 全都交给他支配 黑仔文言心中惊喜 猫哥的支持与他的任务不谋而合 就在当天晚上 阿强和阿彪来到了李关锦的场子 两人不仅故意输光了筹码 还欠下了巨额的赌债 一个马仔跟随阿彪回家拿钱 当得知对方是黑仔后 连忙推脱表示此事作罢 但黑仔本就是故意挑事 怎会就此稀释宁人 马仔见黑仔拔枪 只能收了东西回去复命 李关锦得知黑仔的身份后 由于顾忌他背后的力量 近一代往日的嚣张跋扈 不仅选择了主动示弱 还割下了马仔的耳朵赔罪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 就在他以为化解了矛盾后 手下匆匆来报 二当家被黑仔给打了一顿 李关锦见事态升级 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连忙把手下都召集到家中 二当家何时受过这种气 要求大哥帮他找回面子 乃至李关锦不仅不出手 还让所有的手下不要轻举妄动 咱管他是谁啊 他不就是那几个人 那几把枪 有什么了不起吗 蠢货 这共产党是那么好惹的吗 男人第一次体验左右右抱 正玩到开心的时候 却突然翻脸赶走了女人 你们这方没有道德过的女人 快走 保安正要上前阻止 却被经理拦了下来 交代他们老板特意安排过 不要给他们制造冲突的理由 阿强见无人理会 伸手招来了服务员 只见下一秒 他竟拿82年的拉菲洗起了手 然后在服务员的衣服上擦干 阿彪见酒店选择了稀释宁人 于是准备结账离开 但却被告知今日免单 阿彪毫不客气接受了好意 还打包了几份准备带走 这时经理再也压不住火气 转身和马仔交代了几句 两人走出了酒店 阿强尿意袭来去了一边 光头强扶着阿彪坐上了车 迷迷糊糊地被车夫拉走 黄包车并没有走上回家的路 而是停在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阿彪感觉不对醒了过来 车夫竟然是酒店的马仔 阿彪来不及反应摔下了车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批打手 直接把阿彪装进了麻袋 几人围着他一顿乱棍 直到第二天早上 才把他扔到了家门口 火圣出门时发现了阿彪 赶紧把他扶进了屋 阿彪一口咬定是马仔下的黑手 黑仔虽然不明白李关姐是什么意思 但既然兄弟挨打了 就一定要找回这个场子 就在当天晚上 火圣带着人来到了酒店 手起倒落劈开了桌子 其他人更是看见东西就砸 等李关姐赶到时 酒店已经被砸了个稀碎 他明白黑仔是想逼自己出手 手下也都纷纷劝大哥不要再忍了 另一边 黑仔等人正聚在一起吃饭 火圣表示在酒店留了三把刀 就当是给李关姐的一个警告 这让阿彪羡慕不已 遗憾没有亲手砸了酒店 老代告诉他们 这两天都尽量避免出门 以免遭到李关姐的报复 黑仔却有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不用太过小心 阿彪的伤只是一个意外 肯定是李关姐的马仔瞒着他做的 如果是他亲自出手 阿彪绝不是只有一点体外伤 正在他们赶到后怕的时候 一群人走了进来 马仔带着李关姐来到房间 并没有想象中的剑拔弩张 李关姐满脸笑意主动认错 还让手下端上了一个箱子 里面正是火圣留下的三把刀 李关姐缓缓拿起了一把 不顾马仔的跪地求饶 一刀送他回了老家 然后在黑仔震惊的眼神中 告辞离开了现场 事后老代愁眉不展 李关姐让他无从下手 这仿佛是一个没有软肋的人 黑仔沉思良久有了主意 他认为人都是有弱点的 既然李关姐人情淡薄 那肯定是爱财如命 于是黑仔派人结了他的火 断气财路逼他出手 果然李关姐得到消息后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平静 但黑仔背后的力量 还是让他顾忌 为此他百般打听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他竟然抓来了 黑仔的兄弟阿峰 想用一只纯银伯朗宁 作为筹码 换取他出手解决黑仔 谁料阿峰得知 要对付自己兄弟后 直接拒绝了他 李关姐并没有放弃 追上了离去的阿峰 这次他开出了更大的条件 只要阿峰愿意出手 自己可以给他分一块地盘 允许他招兵买马发展势力 阿峰听了之后权衡利弊 终于下定了主意上车供商大计 很快黑仔就收到了李关姐的请帖 邀请他谈判划分区域 黑仔来到西贡不是为了争抢地盘 而是奉命清除一切有威胁的力量 谈判席上黑仔直接开枪 李关姐没心中担倒地身亡 但没想到另一个李关姐走了出来 原来他猜到黑仔会直接动手 所以提前安排了一个替身 黑仔震惊地看着阿峰 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 李关姐仿佛胜券在握 命令阿峰送他回保安老家 阿峰举枪慢慢走进黑仔 脑袋连忙劝他不要乱挨 黑仔也悄悄把手伸向了枪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阿峰突然转身倒戈 将枪口对准了李关姐 相比于一块地盘而言 他对整个西贡的兴趣更大 在墙上掏个洞放入烈性炸药 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榴弹 分别摆放在不同的角落 然后躲在远处拉动所有引线 手榴弹在同一时间瞬间爆炸 他则趁乱带上要救的英国人 来到埋放烈性炸药的地方 拉掉引线躲在远处 只听轰的一声墙壁被炸开 接应的人正在外面等着 等小鬼子追过来时 他们早就跑没影了 虽然把英国老救了出来 但所有城门都有鬼子把守 该怎么把他们送出关呢 黑仔听后黑黑一笑 因为明天就是元旦节 每年的这天都会搞游行庆典活动 于是第二天就让英国老带上头套 假扮游行的小丑 鬼子要检查时 黑仔急忙让吹索娜的上线 可就在马上要过去的时候 英国老突然被石头绊斗 头套也随之脱落 还好黑仔他们反应快 立刻就对身后的鬼子动手 又扔出事先准备好的炸药箱 把手的鬼子请客间全被放倒 随后到安全的地方 英国老也送上了真挚的感谢 但在他们回来的途中 阿峰却被小鬼子抓走了 但在路过家门口的时候 他偷偷丢下了一张布条 家妹跟借穿龙捡起布条 上面写着欲多利监狱 原来小鬼子的目的是黑仔 男人承诺阿峰 只要说出黑仔他们的藏身之处 还有武器装备几何 就能送他出国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 你让我出卖我兄弟 我这是在跟你谈生意 你开假 没想到阿峰竟然犹豫了 黑仔他们回来得知以后 晚上就找到带鬼子来抓人的汉奸 他把你们的底细都说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你们的住地在梧桐山 有一百多号人 六十多条长枪 十几八短枪 黑仔听后笑了 因为阿峰说的全都是假的 第二天他们就伪装成鬼子 来到玉多利监狱 拿出伪造好的调令要踢走阿峰 监狱长没有怀疑就签了阻 黑仔也照着手上准备好的写了上去 可没想到监狱长却认出了这个名字 说我跟你的老师是好友啊 原来黑仔写的事与将决 他见黑仔迟迟不说话就产生了怀疑 黑仔还是不说话 手也悄悄地放在了刀上 兄弟几人眼看要暴露 一个个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可就在此时借穿龙来了 他跟监狱长解释 说黑仔是朝鲜的不怎么爱说话 还拿出了自己的证件 说是总不让我们来提员的 既然误会解除 阿峰也被带了过来 他一抬头竟然看到了大哥 黑仔一个眼神 他立刻心领神会 本以为能顺利地救走阿峰 但在要走的时候 被劫持的汉奸却用手比划了一个疤 这再次引起监狱长的怀疑 黑仔知道可能暴露了 于是抽出长刀就结果了监狱长 还好没让他们放出枪 就这样他们压着阿峰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监狱 可万万没想到 监狱长当时竟然没死透 临死之前他说出了借穿两个字 松本怀疑说会不会是医院的借穿龙 大左说现在没有证据 如果弄错了我们会很被动 但可以找个机会测试他一下 与此同时 黑仔他们正在商量壮大队伍的事 想要壮大队伍 必须得有武器装备 还得有治疗枪伤外伤的药 要不然战士们受伤了 不及时治疗肯定得出问题 身为日本人的借穿龙 说他可以搞到药品 就算你是个医生 但是要弄到枪伤药 你也会暴露 不会 因为我们医院的脑炸 他一直在做私下教育 我有办法 我觉得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如果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你 那你第二天一定要告诉他们不要 并且在你的办公室窗口上 摆上一盆花 我会留下来接应你 明白 原来黑仔这是怕借穿龙暴露 随后借穿龙回去找到院长 院长看到他要的都是治疗枪伤的药 借穿龙走之前还给院长塞了点钱 可下一秒 院长就给冬条大佐打去了电话 把借穿龙要要的事情告诉了他 原来这就是冬条要试探他的办法 第二天借穿龙按照黑仔的话 在窗外放了一盆花 又找到院长说要不要了 摸不着头脑的院长急忙给冬条打电话 没想到随后冬条竟然来了 他一眼就看到了窗户上面的花 男人半夜偷偷爬上了楼 想要看看多日未见的女友 安娜见状打开了房门 黑仔进屋后从兜里掏出一份清单 全都是受管制的药品 短时间难以筹齐 他让黑仔给他三天时间 三天 反正时间越长死的人越多 你尽力吧 黑仔同意后直接坐在了沙发上 竟想今晚就在这过夜 安娜认为两人无名无分 不能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黑仔欲擒故纵假装生气离开 果然安娜叫住了他 安娜提出了两个条件 很快黑仔就老实地睡在地上 床上的安娜却如天人交战 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突然他喊醒了黑仔 你叫我打枪吧 黑仔记得母亲从小就教育他 男孩子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于是忍痛果断拒绝 而且他现在满心思都是打鬼子 不想因为女人影响了拔刀速度 安娜哪能这么轻易放弃 转而求其次想要跟在他身边 但黑仔却以游击队友规定再次拒绝 这是安娜提出之前的两个条件 非要加入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不仅可以帮战士们洗洗衣服 还能教黑仔擦枪写字 就在他憧憬美好生活的时候 黑仔传来了战术性憨声 安娜只好作罢 气呼呼地钻进了被窝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黑仔一大早赶回了游击队 因为猫哥又带人回来抗日 全哥把他安排在手枪队 叮嘱黑仔对这群人严厉管教的同时 还需要进行思想教育的培养 果然全哥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猫哥在吃早饭的时候 不仅嫌弃游击队清汤寡水 还要抢其他战士的粮食份额 阿强看不过去上前理论 却被猫哥指着鼻子大骂一通 眼见两伙人就要打在一起 黑仔出现制止了他们 了解清楚情况后 黑仔捡起地上的食物 命令猫哥怎么扔出去的 就怎么吃下去 此时的猫哥早已好了伤疤忘了疼 竟直接打翻了黑仔手里的碗 两伙人再次打在一起 脑袋赶来拉开了他们 双方互打五十大板后 才草草了结此事 猫哥回到房间后借酒消愁 不仅破口大骂刘黑仔 还把弃拳都撒在了阿强身上 阿强好心劝他少惹事 既然黑仔好心收留 就不要总是以冤报德 谁知猫哥文言更加火冒三丈 他认为阿强是在替黑仔说话 断定他心中还惦记着他 阿强奋气反抗推开了猫哥 你是不是怕我死 我死了 你可以跟他相聚了 是不是 我告诉人家现在已经有女人了 还比你强 猫哥继续骂了几句后 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阿强看着猫哥丑恶的嘴脸 不禁越发后悔当初的决定 正夜他彻夜无眠 内心思绪万千 第二天猫哥醒来 呼唤阿强却不见身影 怒火中烧的他立马集合队伍 满身杀气找到了黑仔 我认了你很久了 干嘛跟我的女人拉拉扯扯的 你要是喜欢的话 光明正尬地说 你是大队长 我让给你 发什么疯啊 黑仔懒得搭理他 没想到猫哥却越说越过分 眼见就要开火 黑仔突然出手卸下了他的枪 为了阿强我早就该毙了 干什么都给我放下 男人一觉醒来 发现老婆竟然跑了 于是他立马集合兄弟 满身杀气地找到了黑仔 我认了你很久了 干嘛跟我的女人拉拉扯扯的 你要是喜欢的话 光明正尬地说 你是大队长 我让给你 你干嘛要偷鸡摸狗的 发什么疯啊 黑仔不愿当被郭霞懒得理他 哪只猫哥静越说越激动 眼见就要开火 黑仔突然出手卸下了他的枪 一场冲突马上就要开始 为了阿强我早就该毙了 干什么都给我放下 全哥单独把黑仔叫来 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堂堂大队长居然会 卷进手下的婚姻 黑仔也没想到人在家中坐 拨从天上来 反正他就是认为自己没错 事后全哥和老代商量 为了避免这种事再次发生 他们决定给黑仔介绍的对象 很快老代找到了黑仔 并给他塞了一张照片 这是你女儿吧 天黑老代 没听你说过 有这么大的女儿 挺像的 这是组织上给你介绍的对象 对象 对啊 黑仔调侃老代真的太抠了 就拿出一张姑娘的照片 让人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老代气得牙痒痒 自己三十多都还没娶到媳妇 好不容易割爱让了出去 没想到他一点也不领情 黑仔表示此事以后再说 他着急参加游击队的表彰大会 扔下照片就急忙赶了过去 黑仔兄弟红花站在台上彩排 练习只有八个字的演讲稿 小姨在台下看到花枝乱颤 调侃他小母牛坐上了火箭 黑仔不好意思坐了下来 小姨凑上钱打听老代 给他介绍对象的事 你别老跟他瞎起哄啊 那女孩长得有点像老代 我还以为是他女儿呢 你看你 我就问问 你要想找对象 你找老代说 让他给你介绍一个 行啊 那就你吧 黑仔也很烦恼 他这无处安放的魅力 赶紧借口有事忙了起来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表彰大会马上就要开始 安娜听到消息也赶了过来 此时的黑仔正躺在长凳上不叫 小姨走过来通知他上台 见黑仔还在睡觉 玩心大气趴在他耳朵边吹风 谁知这一幕被安娜看了个正着 黑仔迷糊中被拉上了台 完全没注意到负气离去的安娜 阿彪赶紧打断黑仔的发言 告诉他安娜刚刚来过 因为看到了不该看的 现在已经气呼呼地跑走了 黑仔赶紧拖下红花追了上去 另一边 安娜正在后山拿树撒气 黑仔慢慢走了过来 安娜十分委屈地抱怨为了来看他 不仅惊险万分躲过了鬼子的关卡 还翻山越岭磨破了脚 谁料一来就看到 黑仔和别的女人打情骂俏 说完还上前抓住他的手 狠狠地咬了一口 你咬我干嘛 咬你都是亲的 为什么呀 谁让你刚才拉别人的手了 你还对他笑了 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这么笑过 黑仔明白面对暴怒的女人 最好的求生方式就是保持沉默 安娜见他不知悔改 气得当场扭头就走 黑仔赶紧拉住了他 渣男阻视瞬间附体 虽然他不知道错在哪里 但还是极有逻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见安娜气消了些 黑仔灯鼻子上脸 竟邀请他到树林深处锻炼身体 安娜一听心跳瞬间跑到了二百八 假装生气就要离开 但黑仔怎么可能放弃难得的机会 扛起他就冲向了树林深处 很快三分钟过去 黑仔已经回到了房间 全哥对黑仔的行为很生气 责怪他好好的革命同志不要 非要去招惹维持会长的女儿 黑仔解释自己和安娜是真爱 而且他和他父亲并不一样 但全哥不管他怎么说 就是不同意他和安娜在一起 黑仔无奈只能站起身 报告领导 安娜不是资产阶级小姐 她现在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子 上哪去 为禁必逝 好好反省反省问题 从今天起 我刘黑仔 就是安娜的人了 错了错了错了 安娜就是我的人了 黑仔终于鼓起了勇气表白 安娜高兴地赶回家报喜 但没想到父亲得知后 竟要把他赶出家门 他不同意女儿和共挡在一起 安娜极力解释 黑仔不像他想的那样 他是一个抗日打鬼子的英雄 报纸上的新闻全都是虚假宣传 安警惠完全不听女儿的解释 他放出狠话让安娜选择 要么断绝父女关系跟黑仔在一起 要么老实在家做富家小姐 安娜还是不想跟父亲闹僵 请求父亲放下偏见成全他们 但安警惠已经下定了决心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是我安警惠的女儿 爸 另一边 阿强负责押送一批物资回游击队 路上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袭击 虽然对方喊着土匪劫财的口号 但阿强从他们的武器装备上 发现了这些人并不简单 他明白今天很可能会栽在这里 于是掏出了一个盒子交给弟弟 让他等会在掩护下突围 一定要把盒子亲手交给黑仔 很快枪战开始 阿强带人掩护 并扛人数和火力占优的土匪 游击队瞬间损失惨重 阿强也腹部重担倒地 普匪见状开始冲锋 阿强在人群中竟然发现了染配 心中明白了这些人的身份 同时染配也发现了阿强 直接抬手一枪打倒了他 就在敌人快速靠近的时候 阿强发现坡下竟有一条河流 当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他咬牙站了起来 纵身一跃跳进了喘急的河水 追兵面对天险只能无功而返 阿强顺着河流飘到下游的浅滩 被一位农夫搭救才逃出升天 很快黑仔得知消息赶了过来 阿强告诉他染配就是幕后黑手 黑仔文言火冒三丈 集合队伍就准备去找染配火厅 老代赶紧拦下失去理智的黑仔 让他先冷静之后再做打算 我冷静得了吗 我最好的兄弟现在躺在这 娶了二十个兄弟 回来两个我怎么冷静 我是在已指导员的身份跟你说话 你是一命队长 如果这个仇不报 咱们怎么在这里做 今天染配欺负我们 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欺负我们 让开 阿强一边给他分析此事绝不简单 阿强此次的路线只有几个高层清楚 染配不仅知道了时间 还能在路上射下伏击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游击队友眼线 不先把这个人找出来 再怎么火拼也无济于事 老代的话让黑仔心头棒合 他缓缓转过头看向了猫哥 无论从哪方面讲 最有可能的人就是他 但凡事都需要讲证据 于是黑仔下了一盘大棋 阿彪在钓鱼时 猫哥赶来看热闹 看到阿彪钓上的鲤鱼 猫哥兴致大发请阿彪去家里喝酒 阿彪一晚上有任务拒绝了他 猫哥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匆匆离去来到了电台室 只走手下确认安全后 戴上耳机打开了电台 再偷偷发出一份电报后 他又赶紧关上电台装作无视 突然黑仔推开门走了进来 找我有事啊 明天咱们有一个行动 晚饭之后就出发 你有事吗 猫哥见黑仔没有怀疑略微安心 笑称今晚本来想请黑仔喝酒 眼下只能等任务完成再说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 黑仔在他说话的时候 悄悄用胳膊靠近了电台 感受到了异常的温度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 黑仔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猫哥捂着肚子赶了过来 称自己胃疼的老猫病又犯了 阿彪请求让猫哥缺席今晚的行动 猫哥 你要是不去的话 万一要出点什么事 这可说不清楚了 我们出发吧 不要让人怀疑我出卖兄弟 猫猫你别去了 最终黑仔留下两人照顾猫哥 带着其他人连夜出发 猫哥十分痛苦地蹲在地上 但眼神中却透着一丝脚霞 原来就在刚刚 他吃下了一枚药片 然后不出七秒就未如刀脚 因为他是真的胃疼 这才瞒过了所有人 第二天游击队经过一处伤 暗处竟埋伏了密密麻麻的枪手 果然是阮佩带人准备伏击他们 阮佩从望远镜里发现了黑仔 命令手下全部朝他开火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声枪响打断了他 阮佩连忙看向山顶 黑仔竟然出现在了那里 原来伏击圈里的黑仔 竟然是阿彪假扮的 阮佩这才知道重景 连忙下令全部撤退 可他们已经被三面包夹 枪林弹雨之后 阮佩原来一百多人的队伍 加上他只有十几个人突围了出去 混蛋 这帮混黑倒的果然靠不住 敢出卖老子 早晚有一天找他们回去算账 狐狸终于露出了马脚 众人围着猫哥开始审问 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 猫哥一口咬定和自己无关 我猫哥出来走江湖这么多年 我还记得什么是道义两个字 黑仔见他拒不承认 于是带上来的一个证人 此人正是刚从阮佩那里抓来的火口 证人交代了猫哥收了阮佩的大羊 这次伏击的消息就是他提供的 猫哥见世纪败露 拔刀就要杀人灭口 阿彪对他早有防备 怎能让他如愿以偿 黑仔怒火中烧 举枪就要送走猫哥 脑袋把他拦了下来 因为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 谁也承担不了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 如果这样杀了猫哥 反而会给阮佩挑起冲突的理由 还是将他交给组织处置比较合适 黑仔思量再三 同意了老代的观点 于是将猫哥关了起来 但让他们万万没想到 猫哥在被关押的路上 竟突然震脱 还打晕了两个战士 等黑仔赶到时 猫哥早已躲进了村子里 于是黑仔下令挨家挨户的搜查 但猫哥此事却如人间蒸发一般 众人搜了一天全都无功而返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阿娇从角落里悄悄伸出了头 确定无人后才走了出来 猫哥竟然跟在他的身后 两人匆匆赶路 佩珍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 跟我去见黑仔哥 他回去会死的 他出卖我们大家 害死二十多个兄弟 这个时候你还为他求情 他是我男人 就在阿娇苦苦哀求时 猫哥悄悄掏出了枪 趁其不被打中佩珍的胳膊 然后在阿娇的掩护下 猫哥的身影消失在了黑夜中 富家小姐爱上了农村小虎 生平第一次炒菜 却把厨房搞得鸡飞狗跳 这不挺简单的吗 谁不会啊 面对旁人震惊的眼光 她解释黑仔口味重 就喜欢吃她的黑暗料理 每次做好饭后 她还会来到门口等黑仔回来 偶尔遇到她公路繁忙的时候 她就会一直等到天黑 为了尽快融入山沟里的生活 她明白必须要学会自力更生 为此她来到了河边挑水 虽然人还没有扁蛋糕 但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佩珍探见安奈东岛西歪走了过来 别忙让人去帮她一把 水晶全洒在了地上 就这样刘队长的女朋友呢 哪家大小姐啊 刘队长怎么会喜欢她的 笑什么笑 都给我闭嘴 你们几个谁一出声 就可以扛几十斤担子 有什么可笑的 佩珍劝安奈不要放在心上 还要帮她去重新再挑一桶 安奈拦住了佩珍 她认为自己可以做到 佩珍见她态度坚定 也不好再说什么 与此同时 猫哥逃跑后准备投奔染佩 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 染营长 我是来复命的 我没听错吧 事儿没办成 你还有脸见我 不不不 是刘黑仔摆了我一道 你离开了她 对我来说一毛钱的价值都没有了 在染营的眼里 猫哥只有在游击队里才有价值 现在的猫哥对他来说 仅仅只是一枚气子 当猫哥回到了住处 发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此人竟是多年不见的鲍鱼墙 猫哥知道大鹏正在刚沦陷的时候 鲍鱼墙就投靠了鬼子 于是对他没有好脸色 鲍鱼墙希望猫哥能看清局势 效力享受荣华富贵 没想到猫哥却一口催了过去 我早知道在保安就该一枪打死你 我现在是大王 你是乞丐 搞清楚状况 别在这给脸不要脸 站住 画面一转 猫哥已经被绑了起来 东条亲自出马审论 希望他能加入自己的队伍 猫哥态度强硬无所畏惧 宁愿舍命也绝不当汉奸 东条对此早在意料之中 但他既然来了 就不会毫无准备 他朝门口喊了一声 一头一声推着手术车走了进来 车上放满了各种手术工具 东条希望猫哥能再次考虑 珍惜这最后的一次机会 猫哥表示被人割手指时 连坑都没坑一声 让东条有什么厉害的手段尽管招呼 只要皱一下眉头就不是中国爷们 医生健壮拿起了手术刀 用酒精杀完军后 下一秒进朝猫哥肋骨歌曲 暴鱼墙看着这飞人的一幕 再也控制不住翻腾的胃 捂着嘴巴跑了出去 东条兴致勃勃地看着 仿佛对这一幕很感兴趣 一个人有24个胃膀 那么你现在还有22岁机 只要你做合作 那么田中一生就会一直拆下去 猫哥感受到身体里缺少的东西 疼痛和恐惧一并显然 坚守的意志终于被彻底击碎 他终于低下了曾经高傲的脑袋 事后猫哥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检查后虽然少了两根肋骨 但好在保住了一条命 女人敲摸尖地来到树边 拿出藏在树洞里的纸条 再用沾满蚝油的刷子那么一刷 隐藏的自全都显现了出来 原来他是国民党派来的间谍 上级让他在游击队转移的路上 用白布条留下记号 反之就留下红布条 女人看完立刻拿出打火机烧掉 然后还用脚掩埋了灰烬 可突然老代出现在他身后 吓得他急忙掏出枪 老代看到他在这里很疑惑 因为这里并不是巡逻区域 女人急忙解释 说刚才听到这里有动静过来看看 然后说完他就要走 老代看到地上的土被翻动过 就想用脚踢开看看 女人却急忙叫住他 说我们到别的地方巡逻吧 老代也没多想就走了 回去之后他跟黑仔商量转移的事 但奇怪的是 本该在转移路线上阻挠的国民党军队 竟然在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 就好像是在故意给他们让路 而黑仔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还是尽快转移为妙 突然有个村民来报 说隔壁村子来了二十多名鬼子 正在抢村民家的粮食 于是黑仔就让火圣跟佩真 带几十人过去把粮食抢过来 鬼子被打得措手不及 急忙带上抢来的粮食撤退 等火圣他们追上来 看到马车在路上丢着 以为小鬼子跑了呢 但当他们刚靠近马车 小鬼子就从暗中出来 直接对他们进行无差别扫射 原来小鬼子来的不是二十人 而是几千人 他们要对大别山进行扫荡 想彻底铲除黑仔他们 火圣知道大事不妙 于是带人往山里跑去引开鬼子 而佩真则回去通知黑仔 随即黑仔就带人去增援火圣 还好他们来得及时 要不然火圣几人就得交代 松本用望远镜一看是留黑仔来 立刻让人包抄上去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干掉他 黑仔也意料到鬼子会反驳 于是就带人撤到了山上的战壕里 所有人听我的口令 准备 打 因为距离很近 几十名鬼子请客间全被干掉 正当战士们为此欢呼之时 黑仔却有所察觉 他趴在地上仔细听了听 抬击炮的轰炸让他们不敢露头 鬼子的骑兵也快速向这边冲来 黑仔眼看着他们越来越近 立刻下令撤到山后的村子里 与此同时 身为间谍的何敏仪也终于行动 女人敲摸尖地来到一棵树旁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白布条 然后将它绑在最隐蔽的地方 可就在此时指导员叫他 原来他是国民党派来的间谍 上级给他的任务就是监视游击队 而老代刚准备加速转移 就发现了绑在树上的白布条 随即光头也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 这更印证了他和黑仔的想法 队伍里肯定还有内奸 那此时正在阻击鬼子的黑仔 也有可能被算计了 于是他急忙带人回去增援 还好他们来得及时 要不然黑仔他们都得交代在这 但鬼子很快就会回来反扑 他们急忙撤退到一守南宫的村子里 可现在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 如果鬼子再来一波 肯定是顶不住 你们说说松本这小子在想什么呢 他现在脑子里想的 肯定是时间 你说对了 只要天一黑 咱们就可以从小林子里撤出去 所以黑仔推测 松本很有可能会让骑兵进攻 因为这样会大大缩短赶路的时间 不出所料 松本果然派出骑兵进攻村子 而黑仔他们也做了对付骑兵的办法 骑兵到达村口 发现这里寂静的很诡异 于是就停下来想看看怎么回事 可突然黑仔出现在路中央 还张开双臂迎接他们的到来 因为刚刚黑仔将他们重创 骑兵队长看到他就火冒三丈 带着骑兵就向他无脑冲去 可怎料下一秒 黑仔仰天一声怒吼 一根木棍突然飞起 带头的军官连人带马瞬间被打翻在地 而黑仔则顺势拔出双枪射击 埋伏多时的兄弟们也从各个角落露出了头 他们知道骑兵最大的威慑力就是马 于是全都对着马开枪 仅仅几十秒 鬼子的骑兵队就被打得所剩无几 剩下的几名也只能仓皇而逃 随即黑仔骑上一匹没有受伤的马 虽然将骑兵打跑了 但他们现在还在包围圈内 黑仔想带人强行冲出去 但老代觉得太冒险 于是带所有人去了一个隐蔽的山洞 想在这里暂避锋芒 等晚上再找机会突围出去 一向听力超群的阿彪趴在地上 不料还真的有所察觉 没想到进来的竟然是一个小伙 他看到黑仔他们有枪 但却丝毫不害怕 海牛轰轰地说他大哥是刘黑仔 黑仔听后一脸懵逼 身后的兄弟们也都笑了 小伙虽然有些尴尬 但见到自己的偶像还是很兴奋 既然小伙不是敌人 还对附近的地形很熟悉 于是黑仔就让他带路 去防守最严密的碉堡看看 没想到小伙去说 那个黑衣服的汉奸是他们村的 黑仔听后瞬间就有了突围计划 男人故意接近守门的士兵 再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滑子 然后还贴心地给他点上 当士兵正品味着滑子独特的味道时 男人却对着他的腰子就是一刀 随即男人又打开城门 将手放在口中一声哨响 刘黑仔就带人从暗中钻了出来 他们冲进城内来到帐篷 对着熟睡的鬼子一顿疯狂扫射 请客见两个帐篷的鬼子全被干掉 他们拿着小鬼子的豪华装备爱不示唆 可突然小海过来 说刚才有一个伪军逃走了 肯定是通知日本人去了 老代知道他们不是鬼子的对手 于是就急忙下令撤退 但黑仔却叫住了他 刚搅和这么多心脚 咱们是不是得试试 原来他是想因小鬼子一搏 得到消息的鬼子军官急忙带人赶来 但看到四下无人 而且城门还大开着 心想黑仔他们肯定是抢完东西就跑了 于是就下令进去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人 可他们刚进去一半 城门却突然关闭 队伍也刚好被一分为二 这就是黑仔布置的战术 而本寄进无人的城墙上 也突然冒出了十几名手持武器的人 第一个被打死的就是报信的伪军 当冲进城内的鬼子反应过来时 黑仔他们早就架好了机关枪 一顿疯狂扫射过后 十几名鬼子无疑幸免 而城外的鬼子也不好过 因为游击队占领至高点 几颗手榴弹就轻松解决了他们 最后也只逃跑了一名骑马的军官 虽然黑仔不是什么黄埔军校出身 但在带兵打仗这一方面还是很有头脑的 既然突破了封锁线 他们连夜赶路追上了转移的大部队 但在这里还是不能停留 因为鬼子很快就会反扑过来 但在走的时候 小海却说要跟着一起去打鬼子 黑仔见他年纪太小 于是就说让他回家去 没有家了 我爸妈早就被日本人给杀了 等都杀一个鬼子 我就撞了 我要为他们报仇 黑仔无奈只好将他带上 与此同时 松本也带着大部队来到了城门口 但这个场景跟昨晚的如出一辙 为了安全起见 他直接让排击炮对城中进行轰炸 只见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 果不其然 黑仔他们走之前 在这里埋了好多黑火药 另一边黑仔一行人 又赶了一夜的路 终于来到了长江桥边 只要穿过这条河 就算是出了鬼子的包围圈 但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过去之后 果断炸掉了铁索条 随后他们来到 东江纵队敌后根据地 新的任务也接踵而来 原来是在香港的同志 从国外弄到了一批新的电台 但因为现在小鬼子查得很紧 所以只能先派一个人过去 跟对方接上头摸清状况 我去探个路嘛 小意思 这次过去却遇到了大麻烦 火圣去香港接应电台时 不料却中了日本人的陷阱 他先在街上杀了街头的内奸 然后急忙回去 被黑仔他们发去电报 得知消息的鲍鱼 强立刻带人赶来 但他们几人 怎么可能是火圣的对手 更何况还是在这狭小的房间内 火圣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匕首 直接划伤两名小卡拉的大腿 站起身又一个反刺 接着撞开玻璃 抓住外面的红布条 然后一个漂亮的转身 再次解决屋内的几名小卡拉 但敌人来的实在是太多了 即使他很懵打 但也挡不住几十人一起开枪 他纵身想跳到阳台上时 小腿却不幸被击中 而胳膊也被乱枪扫到 敌人见他受伤快速向楼上冲来 他再次飞起想抓住红布条逃走 可不料鲍鱼墙却出现在阳台 直接对着他的后背就开了两枪 本就晶蹄力尽的他重重地摔在地上 嘴里也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但日本人现在还不想让他死 于是对他进行简单的治疗过后 就问黑仔他们的根据地在哪 而火圣只是冷冷地看着不说话 随后他就被丢在大街上 四肢也被锁链牢锁住 鲍鱼墙过来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但他还是沉默不语 四辆汽车缓缓启动 铁链也慢慢收紧 随即火圣就被吊在了半空中 他看着手里给佩真买的礼物 过往的回忆也在脑中显现 战场上佩真细心地给他包扎伤口 大比武士为自己加油打气 大获全胜时兄弟们还起轰药他们两败天地 他很不想死 但为了兄弟们的安危 也为了早日将小鬼子打出中国 他知道自己的牺牲是值得的 随即手臂应声而掉 买给佩真的戒指也滚落在一旁 与此同时 黑仔也终于收到了火圣死前发来的电报 他将密文写在黑板上 翻译出来就是有家回不了 叫阿强集合队伍 阿强拿出一份报纸给他看 上面正是关于火圣被杀的报道 接着香港交通站也送来了一个包裹 里面正是火圣的匕首和买来的戒指 站在屋前的佩真不肯接受事实 一向冷漠的老袋也流下了眼泪 身为大哥的黑仔瞬间红了眼眶 而此时的佩真好像做了什么重大决定 然后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根据地 女人拿起一瓶剧毒药水 用小刷子在里面站两下 然后均匀地涂满整个弹头 接着将他压进弹夹的最上面 最后推入枪内子弹上膛 原来女人是国民党的间谍 上级给她的任务 就是今天务必要杀了刘黑仔 但在要去执行的时候 她却犹豫了 因为她只想打小鬼子 并不想残害自己的同胞 她刚坐到沙发上 老代就说这次来香港有两个目的 第一杀了鲍鱼强为火胜报仇 第二就是要彻底铲除队伍里的内奸 而且现在已经有了人选 这个人是半路加入的 还等我们产生了战友感情 身为间谍的何米依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于是拿出配枪放在桌上 然后站起身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出卖根据地的人是你 出卖火胜也是你 不 火胜不是我出卖的 阿表强 坐下 原来黑仔早就发现了她不对劲 但迟迟没有戳穿 是因为她没做过对大部队不利的事 黑仔希望她能够回头 但何米依却说自己回不了头 路是自己选的 永远可以选择 我们还是把你当成我们的朋友 我现在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 老代给她两条路选 第一就是现在可以直接离开 我们做一个假死的消息放出去 你换个城市更敏感性继续生活 第二就是加入我们的队伍 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 但是你必须先经过组织对你的改造 你会被训练成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何米依没有考虑直接就答应了 因为这也是她想要的结果 第二天送走何米依 兄弟四人找到大街上的鲍鱼墙 但现在并不是动手的好时机 鲍鱼墙进到一家店内 接着就从里面带出来一个女人 他们定睛一看竟然是佩真 老代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随后佩真跟鲍鱼墙去打麻将 晚上回到家却发现房间里有人 打开灯一看原来是黑仔 你觉得凭你一个人的能力 杀得了鲍鱼墙吗 因为不想连累大家 所以她才故意接近鲍鱼墙 就是为了给火生报仇 阿胜是我们从小的兄弟 这个仇我也一定要报 你觉得这些靠你一个人能完成得了吗 我相信如果火生现在还活着 她不希望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 为了火生 明天归队 第二天鲍鱼墙带她来到珠宝店 大气地给她买了好几件首饰 佩真为了表示感谢 于是就说要不然明天去我家 让我好好伺候伺候你 但行事谨慎的鲍鱼墙说还是去我家吧 佩真回去之后 跟老代他们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他们画了鲍鱼墙家附近的地形 但他家的守卫太多 就算能杀掉他 也不一定能走得掉 而黑仔却有个好方案 但还得需要找两个人帮忙 一个是能弄到大量烈酒的人 再就是能打开戏院后门的人 而佩真刚好有两个人选 他先找到在戏院上班的阿娇 阿娇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然后他又去曾经上班的酒吧 找到调酒室小李 但小李却不肯帮忙 晚上他给小鬼子倒酒室 不慎将酒撒了出来 小鬼子对着他就是一顿毒打 因此他也改变了想法 服务员不小心将酒撒在日本人邪上 日本人竟直接按住他的头 让他用舌头舔干净 舔啊 听见没有 见小伙就是不肯舔 小鬼子又拿来一百度的烈酒 然后死命地往他嘴里灌 他们玩够了将小伙丢在一旁 然后还非常嚣张地离开了酒吧 而此时的小伙也彻底顿悟 他流着泪找到佩真 决定要帮他一起对付小鬼子 随后他从酒吧后门 偷了十几箱高度烈酒放在车上 第二天阿娇他们先去戏院摸清地形 而佩真则去找到鲍鱼墙 邀请他明天去戏院看戏 然后还趴在他耳边说 看完之后我去你家怎么样 鲍鱼墙听后那叫一个兴奋呢 随后佩真走后 却从套房里走出来一个男人 正是日本大佐东条 他告诉鲍鱼墙 说刚才那个女人是留黑仔的人 还拿出佩真在酒吧上班的工作证给他看 鲍鱼墙这时才恍然大悟 晚上鲍鱼墙听从东条的安排 来到佩真所住的地方 佩真听到敲门声立刻警觉起来 将手枪塞进秋库里过去打开房门 鲍鱼墙装成醉醺醺醺的样子 然后还抱住想要强吻他 佩真一看这不就是最好的机会吗 于是就把手放在了枪上 可下一秒他却愣住了 鲍鱼墙拿走他的手枪 将他绑在椅子上 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 这玩刀的刀上死 耍枪的枪下王 你别那么多废话 赶紧动手吧 我现在可不会让你死 你明天还得陪我去看戏呢 我要让你亲眼看见 刘黑仔是怎么死在自己设计的圈套里 第二天佩真偷偷戴上一个黑手镯 随后被鲍鱼抢鞋持着来到戏院 周围看戏的也全都是他的人 只要刘黑仔他们敢露头 必定是有来无回 而不知情的黑仔也来到了戏院 他们在二楼看到了下面的佩真 但黑手镯却引起了他们的警惕 因为黑手镯代表着行动取消 黑仔又观察了四周 发现看戏的人也都不对劲 他知道行动很有可能暴露 但今天飞杀鲍鱼强不可 于是他就启动了第二方案 正当京剧唱到高潮的时候 突然一柄飞刀定在了舞台上 所有灯光也全都亮了起来 鲍鱼强急忙站起身让大家不要慌 然后看着二楼叫刘黑仔 兄弟三人很识趣地走了出来 刚才还在坐着看戏的人 一瞬间全都掏出了枪对着他们 此时的鲍鱼强也嚣张无比 你们几个从小就这么点本事吧 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我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谁都走不了 都得死 既然是在戏院里嘛 我就让你们死得乐呵点 来来来来 拉起来拉起来 趁着戏班子拉起来的那一刻 黑仔他们瞬间扔出不明物体 然后迅速向戏院的后门跑去 鲍鱼强的人也急忙追了上去 而鲍鱼强则悠哉地坐在椅子上喝酒 他告诉佩真 说他们三个今天死定了 可下一秒 本寂静无声的戏院里 却突然响起了敲锣鼓的声音 接着阿强和阿彪就走了出来 鲍鱼强 你今天四顶 鸟 鲍鱼强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 而黑仔也突然从他身后出现 原来这一切都是黑仔设计好的 他们刚刚跑到楼梯口时 藏在窗帘后面的替身立刻出来 而他们则藏在窗帘后面 等追兵走后又悄悄地出来 我的枪口朝上 是对敬佩的人 平行是对敌人 但这两样都不会 仔细看 两辆装满高度酒精的卡车 停在了戏院门口 两位司机下车之后 对视了一下眼神快速离开了现场 接着从戏院跑出来三个男人 后面还有一群手持武器的黑衣员 一个打伞的男人快速扔出燃烧瓶 所有黑衣人在请客间全被炸死 与此同时 戏院内的黑仔趁着爆炸声 直接打断了鲍鱼墙的两条腿 接着佩真就拿起火圣生前的匕首 眼神中只有冷漠和坚决 她蹲下身抓住鲍鱼墙的衣领 对着她的胸口就刺了下去 终于为火圣报了仇 佩真也留下了久违的眼泪 随后他们将鲍鱼墙挂在了戏院门口 光天化日之下 宪兵队长惨死在戏院里 此事震动了整个香港 黑仔他们的港九大队也威名远阳 回去之后 因为佩真多次在鬼子跟前露面 再加上她还被英国人抓过 所以组织决定将她调到后方 让她去做新兵的教员 第二天黑仔他们接到新的任务 就是要寻找一名坠落的美国飞行员 现在国军和小鬼子都在找她 而飞行员克尔现在挂在一处山脚下 他解开锁扣重重地摔在地上 然后站起身想找一条下山的路 不料却被搜索的鬼子逮个正着 小鬼子为了抓活的一直没开枪 他藏在树后想拼死一战 突然有个小伙出现在身后 还让他不要说话跟自己走 就这样他们躲在草丛中 躲过了鬼子的追捕 飞行员反应过来 立刻调转枪口对着小伙 小伙立刻向他解释说自己是好人 然后还让他跟着自己走 第二天飞行员就被带到了 黑仔他们的指挥部 这位就是我们的刘队长 你问是谁啊 我们是广东抗日游击队 他以为这是国民党的军队呢 黑仔给他解释了好几遍是游击队 可他就是搞不清楚 没办法的黑仔只好将他带到毛主席下面前 克尔这时才恍然大悟 黑仔说自己是少校队长 克尔立刻肃然起敬 爆出了自己的飞机型号和部队翻号 因为他知道共产党都是正义知识总层 自己在这里肯定是安全的 为了表示感谢 他对着几人挨个拥抱亲吻 黑仔受不了他这一套操作 于是急忙让人带他下去休息 我长这么大还没被女人亲过 可接下来才是最难的时候 现在小鬼子排查得特别严格 怎么才能够将他安全地送到后方呢 男人敲摸尖地来到医院墙边 接着打开通风管道的防护网 然后顺着管道爬进去 按照地图上所标记的位置 最终来到一个房间上面 见下面只有一名医生和病人 男人拿掉防护网就跳了下去 然后用枪威胁他们不要说话 随后医生推着病人从里面出来 整个楼层全都是埋伏的案上 他们到五号病房门口时 突然从后面出现一个医生大喊 他是刘黑仔 快抓住他 所有按照蜂拥而上 全都去抓刘黑仔 而五号病房内的安景辉 听到刘黑仔的名字 知道他一定是来杀自己的 于是想打开窗户逃跑 怎料下一秒刘黑仔 却踹门进来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 刚才大喊的人就是他 接着他扔给安景辉一把手枪 让他自行了断 安景辉知道自己罪恶滔天 于是拿起手枪顶在了脑门上 黑仔早料到他会这样 所以才没在枪里放子弹 接着举起枪就要结果了他 安景辉也绝望地丢下了枪 与此同时 鬼子也抓住了刚才逃跑的医生 他告诉东条大佐 说刘黑仔在轮椅下面放了定时炸弹 我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东条意识到这是调虎离山 于是急忙带人跑上楼 但轮椅下面的定时炸弹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他不想让自己的士兵冒险 所以逼着那个医生去拆炸弹 而此时的黑仔还在做激烈的心理斗争 因为安景辉是安娜的父亲 如果自己杀了他 今后该怎么面对安娜呢 但安景辉勾结日本人 残害了不计其数的老百姓 今天不杀他天理难容 安娜 对不起了 可就在此时安娜来了 他一把推开正在开枪的黑仔 然后不可置信地看着死在床上的父亲 接着崩溃地大叫起来 紧接着东条也踹门带人进来了 可房间里只有安娜和安景辉的尸体 并没发现留黑仔 他问安娜留黑仔去哪了 安娜下意识地看向窗户 东条知道他还没跑远 于是急忙带人下去追 而黑仔却又从通风管道跳了下来 安娜将他按在墙边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犯了什么错 上帝没什么要这么救把我 安娜也知道父亲罪恶滔天 早晚都会被杀的 但没想到却死在了最爱的人手中 黑仔自始至终都没说一句话 刚好在此时阿峰来了 黑仔推开安娜说忘了我吧 然后就走了 第二天阿峰知道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于是买了些点信来找安娜 但他一低头 却看到里面在往外渗血 在日军清华时期 这个女孩居然要嫁给一个日本人 身为八路军的哥哥坚决反对 杰川他是好人 日本有好人吗 你要敢跟他结婚 我就不让你这个妹妹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 难道在你心里 相爱的人就是不能在一起的吗 你已经把自己和安娜姐的路断了 现在你还想断我和杰川的路 我做错什么了 接着佳妹气的跑了出去 阿彪也在一旁安慰黑仔 说杰川其实还是不错的 毕竟之前帮了我们很多 晚上佳妹带着杰川回来 杰川向他解释了一切 原来是小鬼子现在到处抓女人 为了保护佳妹 我们才做了一张假结婚证 这么说我误会你了 还得跟你说个对不起 杰川又在三发是保证 说和佳妹真的没发生什么 黑仔这才放下心来 随后他们都走后 黑仔坐在椅子上反思 因为安娜的特殊身份 他们两人才被迫分开 现在妹妹也是这个情况 所以她也想明白了 真正相爱的两个人 不应该因为国籍和某些原因而分手 最主要的是 杰川并没做过对中国不利的事情 第二天她走之前找到妹妹 说不再反对她和杰川交往了 下午家妹在街上看到有卖目机的 于是就想给杰川买一双 不料却被鬼子东条盯上了 而在家里的杰川也被打晕 黑仔 家妹被人抓了 随后他们抓到一个鬼子 黑仔将炸弹塞进她嘴中 然后点燃12秒的隐线 当阿彪数到酒的时候 小鬼子终于顶不住了 即使知道是个陷阱 但黑仔也不得不去 老代得知后立刻带人拦住了他们 因为黑仔现在被组织处分当中 所以他不能参加这次营救 第二天老代拿了一张地图给他看 组织上同意他参加这次行动了 但要兵分两路 老代先带人去攻打鬼子的总部 而黑仔则在关押家妹的仓库外面埋伏 等这里的鬼子去增援之时 就是救出家妹的最好时机 但守在这里的松本却把杰川带来 今天就让你开开眼界 刘黑仔就在对面的阵地上 等会我的炮弹会让对面 连一个喘气的都不会生下 杰川跪下求他放过家妹 但松本却一脚将他踹翻 而在里面的家妹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于是立刻敲门说可以劝哥哥投降 松本让人将他押出来 你如果真的能劝你哥哥投降的话 说不定我会考虑放了你们的百姓 还有你的借川军 带我过去 家妹到借川龙的跟前停下 跟他说了句活下去后 然后夺过鬼子的手雷就要引爆 可两个鬼子却先一步对他开了枪 枪伸过后家妹应声而倒 他知道自己是哥哥的软肋 只有自己死了 哥哥才不会有所顾及 松本见事已至此 立刻下令对山坡上的刘黑仔开跑 可就在此时士兵来报 说总部受到大部队袭击 上级命令立刻回去增援 这可把松本气坏了 刘黑仔没抓到 总部还被偷袭了 但在回去增援之前 他下令将仓库里的人全都杀了 而家妹因为被击中胸口 也很快就没了气息 黑仔过来从借川怀里接过妹妹 当手下冲进仓库 里面的人已经被活活烧死了 而黑仔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说 随后他将妹妹葬在自家后山上 没想到阿峰却在此时来了 他先是给家妹鞠了三个宫 接下来他对黑仔说的话如晴天霹雳 原来是他要和安娜结婚了 安娜希望黑仔后天能够去 那黑仔后天会去吗 两人伪装成日本军官来到空军指挥部 搞定开门的守卫之后 他们顺利进入到配电房内 打开其中一个总电箱 用老虎前挨个将三根电线剪断 一瞬间飞机场的灯光全部熄灭 然后他们又放出两枪 故意将守卫全都引过去 而埋伏许久的队友也从下水道钻了出来 他们急忙跑到飞机下面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高爆炸弹 挨个将他们贴在飞机的底部 最后把影线都归稳到一起 就在鬼子修好电闸的那一刻 他们成功撤退到安全的地方 接着和敏仪将所有的影线拧在一起 然后连接到起爆装置上 最后用力按下起爆装置 可等了三秒炸弹却并没有响 怎么回事 我回去看看 休息点 但此时的鬼子也发现了他们 黑仔他俩为了掩护和敏仪 主动开枪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可此时暗处的松本已经瞄准了他 只听一声枪响 和敏仪的胸口瞬间被击穿 口中也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然后就倒在地上不知死活 老代他们俩也及时赶来支援 松本见这个地方暴露了 于是跳下车想换个地方继续狙击 可谁都没想到和敏仪竟然还活着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起爬到飞机下面 拿起脱落的影线头 接着扭头看向远处奋力抵抗的黑仔 此时回忆也在脑中显现 从他见到黑仔的第一次就醒了上了 但一直都没有表现出来 今天能跟他一起作战杀敌 即使死了也再无遗憾 接着他没有犹豫 直接将线头按在了接口上 电流以极快的速度向这边冲来 所有飞机在寝客间爆炸 因为爆炸连带飞机邮箱一起引人 所有在飞机场的人全被波及到了 等爆炸结束 地面上没有一个站着的人 还好黑仔他们在远离飞机的地方 只是被炸得有些头昏 而此时的他们才意识到和敏仪不见了 黑仔大喊他的名字 想看看他在不在附近时 可突然一声枪响借穿被击中 原来是同样没被炸死的松本 他们只好急忙躲在摩托后面 只要一露头就会被松本锁定 黑仔别冒头 咱们在他的射箭里 此人的枪法非常准 谁冒头谁死 那怎么办 咱们一直在这耗着 原兵来了咱们谁也出不去 作战经验丰富的老代立刻就有了对策 说我们三个等下一起往不同的方向跑 不管松本先对谁开枪 剩下的那两人 一定要第一时间回头干掉他 确定好计划之后 黑仔就开始读秒 可他刚喊到一的时候 阿峰就冲了出去 松本健壮立刻掉转枪口瞄准他 紧接着阿峰就被击中胸口倒在地上 而松本也再次瞄准摩托的方向 他想把黑仔他们困在这里 等大部队过来活捉了 但此时的黑仔已经走到了他身后 身为顶级狙击手的松本也意识到 他缓缓站起身等待死亡的审判 而黑仔也不会给他一丝机会 直接一枪将他击毙 因为自己三个好兄弟都是死在他的手中 接着他们急忙跑到阿峰身边 没想到阿峰被击中胸口竟然没事 原来是胸前的吊坠挡住了子弹 第二天他们回去之后 新的任务也接踵而来 上级竟然让他们去活捉住 扎在乡岛的日本司令 男人打开马桶只是想小姐一下 围城想厕所却突然被一分为二 原来所在的地方并不是厕所 而是在一辆卡车上面 紧接着大灯亮起卡车缓缓启动 此时的男人彻底慌了神 当他还搞不清状况时 刘黑仔穿着羽衣从房顶出现了 冬条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原来这一切都是黑仔式的圈套 就是为了能够活捉冬条这个日本大族 当守卫发现的时候 黑仔他们早就带着冬条逃之夭夭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阮佩竟然要带走冬条 黑仔他们俩本来就不对付 更何况阮佩还是国君 当然不会让他将冬条带走 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 老代急忙过来叫住了黑仔 因为阮佩说的都是真的 上级也发来电报 让他们把冬条交给阮佩 黑仔无奈只好将冬条交了出来 虽然黑仔不能抗命 但他就是很不爽 于是直接给了阮佩一个大逼抖 这不算靠命吗 阮佩剑达到目的也就没跟他计较 接着就把人带走了 而现在的时间也来到了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国民党也就此搞起了内部战争 被俘的冬条也成了阮佩的手下 阮佩让他利用手里的谍报人员 无条件地为国民党效力 第二天冬条来到理发店剪头 他闭上眼睛要享受理发的过程时 突然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走了过来 然后拿起桌上的锈面刀走到他的身后 原来是刘黑仔来取他狗命的 冬条先是震惊 然后又冷静了下来 他知道跟刘黑仔之间肯定是要做个了断 当黑仔要下刀结果踏实 他却突然有个请求 希望能维持武士最后的尊严 让他自己切负自尽 你想的没 今天你要接受正义的审议 你要想忏悔 去对家妹说 对阿彪说 对阿强说 火生灭移 叶春 小杰 去向每一个死在你们手里的中国人颤护 下地狱去吧 完事之后 黑仔给他盖上白布 然后潇洒地离开了理发馆 与此同时 冉沛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让他务必要干掉留黑仔 但留黑仔每天都在根据地待着 得想的好办法才行 于是冉沛就找到阿峰 然后把计划告诉给了他 可不料他们的对话却被安娜听到 虽然安娜现在嫁给了阿峰 但也不希望黑仔出事 第二天一个村民跑来指挥部 说客家人跟我们打了起来 手里还都有家伙事 希望黑仔他们能过去调解一下 黑仔想让老代过去调解 但村民却说不行 必须得让黑仔去才可以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呀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 请问我过去跟你们看一眼 但黑仔他们前脚刚走 安娜就急忙跑来了 黑仔呢 他现在人在哪 他不在啊 怎么了 他去戒指村了 他去戒指村了 你怎么知道 是圈岛 黑仔呢 他现在人在哪 他不在啊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他去戒指村了 他去戒指村了 你怎么知道 是圈岛 阮佩生了埋伏 原来就在刚刚 有村民来找黑仔去戒指村调解纠纷 黑仔没犹豫就跟着去了 他在路上了解到村民的孩子生了病 于是就拿出几块大羊给他 村民看着手里的大羊惭愧不已 于是急忙拦住要继续前进的黑仔 说国军绑架了我的孩子 让我故意将你引到这里的 紧接着黑仔的大腿就被子弹击中 原来是在此埋伏的阮佩 阮佩这次带了一个连队过来 就是不想让黑仔活着离开 而黑仔他们寡不抵主 只好边打边退 最终也只有黑仔活了下来 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的伤口严重感染 而且破伤风药已经用完了 如果找不到药 恐怕是活不了几天了 老代让他们医疗队赶紧想办法 随后就进到黑仔的房间内 黑仔知道自己的伤势 也知道他们已经被染配包围了 于是就让老代马上带部队转 刘黑仔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带领部队突围出去 把你偏下不管吗 虽然老代说是这么说 但他很清楚黑仔的伤势 接着黑仔让他把口袋里的照片拿出来 曾经的五兄弟现在差不多都没了 黑仔说可能是他们想我了 我也到了该走的时候 老代流着眼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与此同时 染配已经把这里围的水泄不通 还将黑仔他们唯一突破的大桥封死了 只要他们赶来必死无疑 郑道远 敌人一个连的兵力 在灵水北岸建立起桥头阵地 这是我们唯一的土位路线 今晚桥公桥头 但队长的腿 只能拽着拐杖土路 那我就背着他 我背着他要把他活着给背出去 而在房间内的黑仔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紧接着得知消息的安娜也赶来了 虽然她已经嫁为人妻 但看着昔日的爱人生命垂危 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安娜听后瞬间泪目 她一直都深爱着黑仔 但因为种种原因两人就是不能在一起 接着她趴在黑仔的床前 想心里上得到些许的安慰 黑仔看着安娜 过往的回忆也在脑中悬现 从她第一次差点砸在自己身上 后来约会又差点被发现 从现在开始我宣布 安娜就是我的人了 你终于站在我面前 说想要暂时崩开 哭不出来 你怎么可以亲手将我掩埋 哭不出来 一生的最爱变成隔夜的财 哭不出来 等安娜在床边醒来 发现黑仔已不见了踪影 曾经送给她的钢笔却在被子上 而此时的黑仔已经拄着拐杖 走到了阮沛所在的大桥上 她知道只有自己一身犯险 才有可能让大部队突围出去 老代得知消息后 也急忙带人往这边赶 阮沛拿望远镜看到桥对面的黑仔 然后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兄弟们别紧张 让他过来 就这样黑仔拄着拐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对面 脑门上斗大的汗珠也滴得不停 然后举起手里的拐杖对准阮沛 阮沛也假装中弹的样子斗她 因为她跟黑仔打了这么多年仗 从来就没赢过 所以现在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可她万万没想到 下一秒黑仔却扔掉手中的拐杖 紧接着拉掉了腰间的炸弹引线 即使身中几十枪 黑仔也没有停下脚步 因为此时的他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尽可能地冲到敌人的中心点 最终他被机枪半倒摔在地上 然后拿出兄弟几人的照片 他知道这可能就是自己的使命 也终于可以去见兄弟几个了 紧接着黑仔身上的炸弹引爆 连同染配的弹药也一起引爆 所有在桥上的国军无疑信念 因为黑仔的牺牲 大部队顺利突围出去 随后老代他们将黑仔的残肢埋放 到此整部剧也就全剧终了 其实刘黑仔是真实存在的革命烈士 本名叫做刘景静 最终的死因是因为在突围中大腿被击中 后来染上破伤风而牺牲 年仅27岁